入室 第三百零二集 赵小飞还在犹豫要不要跟上去 毕竟他之前和段宇闹得势同水火 去段宇家吃饭多少有些拉不下脸 段宇微微一笑 主动上前亲热的一搭他的肩膀 走吧 小飞兄 要追美女就必须要有弃而不舍的精神啊 一行人来到段宇家 李慧贤见段宇一下子带这么多人回家 搞得一些手忙脚乱 还是李孟雪善解人意 让李慧贤去休息 自己亲自下厨房做饭 段思梅就说他爱去帮忙 也跟着进了厨房 段思梅是很少做家务的 自然是越帮越忙 没多久就打烂了好几个碗碟 李孟雪连忙说 思梅姐你别帮忙了 这里有我就行了 那我在这里陪你聊会儿天吧 段思梅看着碎离地的碗碟 有些善善的说 他要留下来 当然是有目的 李孟雪是段宇最亲近的人 他正好从李孟雪这里 打听段宇的底细 别看李孟雪长得娇嫩如花 做起家务来还是很麻利的 飞快的把地上的碎碗碟一收拾 就开始准备起碗碗的食材来 鲜鲜玉手如白蝶飞舞 洗菜切菜一起喝成 把段思梅都看呆了 忍不住赞叹道 孟雪妹妹 你真是太厉害了 段宇这家伙也不知道 哪生秀来的福气 能够找到你这样又漂亮 又贤惠的女朋友 我要是个男的 也非你不娶了 我哪有那么好啊 李孟雪被段思梅夸得翘脸一红 段思梅是个人精 她做律师的 察言观色最厉害 专见李孟雪爱听的说 很快 两人的关系就拉近了许多 好的跟亲姐妹似的了 段宇长得好像跟她的父母 不怎么像啊 段思梅跟李孟雪聊熟了 见时机成熟 就故意装作无意的试探道 正在切菜的李孟雪 手就明显停顿了一下 他这段时间 一直在医院照料段建国 二老也早已把他当成了儿媳妇 所以段宇的身世也没瞒着他 他也已经知道 段宇不是二老的亲生骨肉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子女和亲生父母长得不像的 也有很多呀 李孟雪明显有些不自然的笑笑说 最会察言观色的段思梅 如何看不出李孟雪 有些言不由衷 心里就有数了 进一步证实了自己心中的猜想 也不点破 转移到别的话题了 李孟雪和段思梅在厨房忙活 李孟雪闲进房间照顾老伴了 客厅里就只剩下段宇和赵小飞两个人了 赵小飞既然已知自己误会了段宇 就越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段宇了 坐在那里十分尴尬 段宇给赵小飞跑了杯茶 在他对面的沙发坐了下来 笑了笑说 小飞 你现在应该相信我了吧 我和思梅姐确实没什么 其实我很理解你 要是谁跟我抢女朋友 我也跟她急 但是你真的不应该把私人感情 逮到工作当中来 赵小飞尴尬的白白手说 王宇 你啥也别说了 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我今天去了胡云煤店调研 胡云煤店确实有问题 说着 赵小飞又把杨开发 公然向自己行贿的事说了 段宇皱着眉头 沉声道 看来我的猜测没有错 可是我今天去省里 向蒲书记汇报此事 蒲书记的话 我有点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段宇也把自己 向蒲书强汇报的经过 跟赵小飞说了 要论到揣摩高层领导话语里的意思 却是赵小飞比段宇要强了 毕竟 他的家庭背景让他耳濡目染 这方面的领悟能力 自然比一般人强得多 所以听段宇把蒲书强的话一复述 他就用力拍大腿说 我明白了 肯定是铁道部的流秃子 要出事了 赵小飞他们这帮二代们 对那些不韦的头头们 自然不会像是一般人那么敬畏 所以背地里称呼这些头头们时 都给他们取了外号 铁道部的刘部长 因为有些秃顶 就被他们叫成了刘秃子 段宇却不知道啊 正要追问 赵小飞就白白手说 等一下 我有一哥们就在中纪委任职 我问下他 他有什么消息没有 说着赵小飞就掏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了 就听电话那头大笑的说 哎呀 飞少 我怎么听说 你跑到南云省去了 是不是在那里 看着哪个美女了呀 今天怎么舍得给我打电话呀 显然电话那头的人和赵小飞关系很铁 说话才这么毫无顾忌 赵小飞有些尴尬的朝段宇笑笑 生怕电话那头那人再说出什么不堪的话来 连忙岔开话头说道 六子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哥跟你打听点消息 铁道部的刘秃子是不是要出事了 电话那头就沉默了 过了几秒才换了一副无奈的语气说 哥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有些事不能说的 你懂的 总之 我什么都没说啊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赵小飞收了电话 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转头对段宇说 刘秃子完了 中央应该已经对他展开调查了 不过暂时还没有双规 只是外卫调查 所以没有对外公布 要不然六子也不会搞得这么神秘 怪不得蒲书记不让我们打草惊蛇呢 估计他也收到消息了 赵小飞也暗暗庆幸 要是他一意孤行 一条道走到黑的话 一旦事情发酵 他也会被牵扯进去 段宇也明白了 中央已经对刘部长展开调查了 怪不得蒲星强会那样一副贿弱陌生的样子 那这个案子就只能由上而下推动了 如果自己贸然出手打乱了中央的部署 也是要挨批的 他却不知道刘部长被查 其实和他多少有些关系 正是因为刘部长在高铁项目落后立山这件事上的反常表现 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 有关部门才会秘密对他展开调查 当然 什么也不做 也不符合段宇的性格 他想想 点点头说 既然中央已经有动作了 我们的确不以轻仅妄动 打扫惊蛇 不过觉得秘密做一些调查还是可以的 起码对胡云煤电的资金流向要掌控 避免出现金融风险 咱们立山市几家国有银行可都是向胡云煤电贷了款的 这个时候赵小飞自然也要表现一下 好将功赎罪 连忙说 如果你信得过我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银行口是我负责联系的 他们国家总行的几个行长我也都熟 亮他们也不敢不听招呼 段宇等的就是赵小飞这句话 银行口是直线管理 就是自己的一个市场也指挥不动的 立山这几家国有银行的行长都和五国光走得比较近 自己说话都未必零 有赵小飞这位背景深厚的金城大少出面就容易多了 哈哈大笑道 我当然信得过小飞兄了 有你出马我就彻底放心了 两人正准备商量一下细节 段思梅就端着李孟雪炒好的菜出来 他见段宇居居然和赵小飞聊得很投机的样子 十分诧异 眼珠一转 说道 你们两个大男人也好意思看着我们忙 要开饭了呢 好好就来 段宇尴尬的笑笑 收起话头 挽起袖子快步走过去帮忙收桌子 这时段思梅就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放下手中的碗碟 突然指着段宇的头 惊呼的 哎呀段宇 你都有白头发了呀 我帮你拔了 也不等段宇答应 就伸手从段宇头上拔起了好几根头发 哎呀 你干嘛呀 段宇诧异的瞪了段思梅一眼 也注意到赵小飞望向自己的眼神又有些不对了 心说大小姐 你到底要玩哪样啊 还想给我找的麻烦不够吗 段思梅不动声色的把拔下来的头发收了起来 瞟了满脸蹴矣的赵小飞一眼 没好气的说 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弟 你要是对他不好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赵小飞一听顿时心滑怒放 段思梅虽然语气不好 但却不是之前那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语气了 看来自己还是有希望的 忙不迭的说 哎呀 我哪里敢呢 也赶紧快步走了过来 帮忙摆碗筷 这顿饭吃的还算融洽 吃完饭段宇给赵小飞制造机会 让他送段思梅回酒店 段思梅也出奇的没有直言拒绝 只是丢了一句 谁要他送啊 就抢先出了门 赵小飞感激的看了段宇一眼 快步追了上去 段思梅第二天就回了京城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立山市也显得很是风平浪静 唯一让人奇怪的是 之前在常委会上处处与段宇唱对台起的赵小飞 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和段宇形成统一战线了 在政府这边的工作也和段宇配合默契 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倒是让徐悦前和张瑞丽有些无所适从了 他们本来跟着赵小飞和段宇唱对台戏 现在赵小飞却又和段宇站到一起了 搞得他们的处境倒是有些尴尬了 不过最苦闷的却是五国光 他原本是联合赵小飞来压制段宇的 现在赵小飞却跟段宇站到一起了 这让他生起了一种十分不好的预感 感觉要大火临头了 但是到如今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得加紧催促甄晓琳和杨开发 运作胡云煤电上市的事 只要胡云煤电能上市 他就有钱了 即使不做市委书记 到国外去同样能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甄小林进京了一趟 原本是想去运作胡云煤电上市的事 不过很快 他也感觉到有些反常了 原本那些跟他往来还算紧密的高官 都对他避而不见 他去了一趟倩倩那里 倩倩告诉他 刘部长已经好久没上他这里来了 甄小林就感觉有些大事不妙了 连和倩倩胡天胡地也顾不上了 回到立山以后 就开始悄悄的把资产 往他在月西那边的家里转移 不过他也留了个心眼 而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跟五国光和杨开发说 正所谓死到有不死频道 多几个垫背的自己安全些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恶性事故 一辆高速列车在运行过程中突然脱轨 造成了数百人伤亡的惨剧 这也使得外界关于华夏高铁技术是否成熟的争论 再次甚嚣尘上 影响十分恶劣 随之而来 又爆出铁路部门 在高铁修建和材料采购中存在天价预算的丑闻 一时间被称为铁老大的铁道部 成为了重视之地 这件事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之前在对刘部长的调查问题上 中央高层也有分歧 有人说刘部长在华夏高铁推行上是有功劳的 但这件事一爆发 这些声音也就自然消失了 刘部长被正式双规 查出的涉探金额十分巨大 而他抱扬小三的事自然也被查出来了 那倩倩本就不是什么忠贞女子 自然把刘部长卖了个一干二斤 这件事貌似和立山无关 但是对立山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 首先吃不住劲的就是杨开发了 刘部长已被双规 他这两条已经拿到批文的铁路专线 也被迫停工了 银行贷款账户也被冻结 银行还天天上门催债 要他归还贷款 他一下子从一个风光无限资产数十亿的大老板 变成了一个欠了一屁股账的穷光蛋 杨开发最近真是头都要翻得炸开了 要账的天天堵在门口 他几时如此困顿过呀 以前虽说算不得巨富 但起码也可以算是土豪 日子过得还是很潇洒的 现在就搞得都不敢出门了 焦头烂额的杨开发确实感觉有点走投无路了 原来那帮朋友现在看到他就绕道走 打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就挂电话 躲他像是躲瘟疫一样 更别替开口借钱了 想来想去杨开发决定还是去找甄小林 他搞成这样可以说是完全是由甄小林造成的 如果不是甄小林 他还好好当着他的老板呢 他却没有想过 就在不久前 他还把甄小林当成自己的命中贵人 感恩戴德呢 杨开发一见到甄小林就哭丧着脸说 师父 你可无论如何都得帮帮我呀 现在红衣没电就要垮了 你要不帮我 我就真的只能上吊了 甄小林见到杨开发 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和颜悦色 叹了叹手 冷冷的说 你找我帮忙 我又找谁帮忙啊 现在连刘部长都被双归了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杨开发一听就急了 师父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让我弄的 红衣没电 你也有份的呀 你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呢 切 你先搞清楚 我只是帮你牵线搭桥而已 而且是你自己死皮赖脸求我帮你的 最多胡云没电那部分股份 我不要就是了 你难道还想赖到我头上不成 甄小林嗤之以鼻的说 语气越发不好了 入室第三百零三集 杨开发也有些语色了 的确在这件事上 他真找不上甄小林的麻烦 当时他只想着要一步登天 做上市公司总裁 哪里会想到有今天的窘迫 而且当时他和甄小林的关系 正是蜜月期 自然也没有想那么多 倒是甄小林这个老江湖 遭一把后路留足 自然可以撇得干干净净 不过杨开发也不是那么好相遇的 别看他表面上大方 其实骨子里却是个极其小气的无赖 无论他付出什么都会要加倍的捞回来 他曾经包养了个二奶 给那二奶买了套房 后来他玩腻了 而正好那二奶也有些耐不住寂寞 跟外面的男子有些勾勾搭搭 他就借机把那二奶痛打了一顿 还硬逼的那二奶 把写着他名字那套房产 又过活到了他名头下 如今他被甄小林坑了这么狠一把 又怎么可能就这么人气吞声了呢 所以杨开发也变脸了 用离挥手说 好这事算我没长心眼上你的当 但别的账咱们得好好算一算 我拜你为师父狗屁没学到 这拜师红包你得推给我 还有拜师的时候你让我帮你提车的钱 还有你让我买的那一百箱假毛苔酒的钱 还有每次你带我出去应酬 我帮你付的酒账 这些钱你总得退给我吧 要不怎么说杨开发就是个无赖呢 他大智慧没有 小聪明却是不缺的 他在甄小林身上花的每一笔钱 他都记了一本账 所以数落起来还真是比比不漏 有根有据 甚至连时间地点 有哪些人在场都记得清清楚楚 真小林也为杨开发气得够呛 用礼牌桌子指着杨开发怒指道 小兔崽子 你跟我耍无赖事吧 是你死逼赖脸的硬要败在我门下 败是红包和买车也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买酒也是你求着我要买的 取应酬也是替你拉关系 一个冤答一个冤癌 你现在还想栽到我头上 没门 我今天就把你的逆徒赶住师门 从此我们各走各路 呼不相干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 杨开发也就无所顾忌了 跟着潘儿起 指着真小林冷笑地说 你他妈真当我傻啊 我早看出来了 什么狗屁大师 你他妈就是一大骗子 你把我赶住师门 我还巴不得呢 傻子才给你这骗子当徒弟 那你得先把钱还我 要不然我就要告你诈骗 真小林真的快被杨开发气晕了 指着杨开发怒急反笑地说 小子 有种你尽管去告 你以为刘部长倒了 我就没有别的关系了吗 我要捏死你 跟捏死一只蚂蚁似的 你再跟我耍无赖 老子分分钟弄死你 信不信 我靠 你当我杨开发是吓大的呀 你干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以为我不知道吗 老子全给你抖了出来 要死大家抱着一块死 杨开发的王八气也上来了 他本就是街边混大的 自然也不会怕真小林的恐吓了 把把他给我哄出去 真小林被杨开发气得浑身直颤 他身边是长期跟着十来个徒弟的 这些徒弟原先都是混江湖的 有些还是劳改释放范 个个长得虎背熊腰 一脸彪悍 真小林这么一喊 他这些徒弟自然不客气了 冲上去对着杨开发 就是一顿的拳打脚踢 然后直接把他架起来 丢出了门外 杨开发倒有光棍 被打的鼻青脸肿 居然哼也不哼一声 爬起来对地上吐了一口血沫 对着真小林的豪宅大门 冷笑一声 咬牙切齿的说 好 够日的真小林 咱们走着瞧 看看到最后 咱们谁弄死谁 杨开发从真小林处离开 开着车 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平日里 他要不是住酒店 要不是在各种女人处胡混 再不就是住在胡云梅店办公室的休息室 如今 他已经上了法院的老赖名单 被限制出入高档场所 信用卡也被冻结了 酒店也不能住了 而他那些女人知道他没钱了 也都离开了他 胡云梅店办公室那边 时刻有讨债的债主守着 也不能去呀 自己怎么会落到这幅田地呢 杨开发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想想 决定还是回家一趟 杨开发已经不记得 自己有多久没回过家了 三个月 还是半年 好像从开始运作胡云梅店的事的时候 就没回去过 杨开发的家 在一个高档小区里 两百五十几个平方的错层洋房 那个时候杨开发有钱 买这套房的时候也没太放在心上 从买房到装修 却是他老婆钟慧君一手操办的 现在想想 还真多亏了买了这套房 要不然他连去的地方都没了 回到家中 儿子正趴在客厅的茶几上写作业 老婆钟慧君则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看到这一幕 杨开发心里第一次生出一丝温情 还是家里好啊 儿子抬头看了杨开发一眼 又继续写作业去了 对于这个常年不着家的爸爸 他自然没有多少感情 杨开发在沙发坐了下来 伸手想去抚摸一下儿子的头 却被他堵开了 杨开发的手僵在那里 半晌才叹了一口气 放了下来 你还知道回来呀 钟慧君文生从厨房里出来 瞟了杨开发一眼冷漠的说 他和杨开发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如果不是看在儿子份上早分了 好在杨开发虽然不顾家 每个月的家用还是给足了 所以日子还过得下去 杨开发转头朝钟慧君咧嘴笑了笑 钟慧君这才注意到他头上的伤 你的头怎么了 钟慧君连忙找出家里应急药品箱 拿出红药水和窗壳贴 帮杨开发处理伤口 毕竟这么多年的夫妻 要说一点感情没有也是假的 望着细心帮他清理窗口的妻子 杨开发第一次发现 妻子是那样的美丽 之前自己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了 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抓住了妻子的手 钟慧君震了一下 没有挣脱就任由他抓着了 只觉得丈夫今天有点反常 慧君我们离婚吧 杨开发深情地忘了妻子一眼 说道 钟慧君没想到这么久没回家的杨开发 一回家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气得就是用力一甩手 离就离吧 反正你心里早没这个家了 去给你那些狐狸精过去吧 房子车子都归你 我还有两处房产和三个门面 明天我全部过活到你的名下 我还有两百万存款 明天一起转给你 应该够你安稳的过一辈子了 杨开发首辅额头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眼角流出了两行浑浊的泪 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鳄鱼的眼泪吧 钟慧君终于意识到丈夫的不对劲了 连忙坐了下来 抚了下丈夫的额头 柔声说 开发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你说出来 我们一起面对 大不了我们重头来过 杨开发痛苦地摇摇头说 没用的 已经没有重头再来的机会了 我把财产都给你 我的事就不会牵连到你了 过去 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我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第二天 杨开发和妻子办好离婚手续 把该过户的财产都过户到了妻子名下 这才驾车来到胡云煤店 已经停工的煤炭大型仓储转运厂工地上 一下车就被愤怒的工人们围了起来 杨老板 你欠我们工钱什么时候发呀 杨开发是早做好思想准备的 所以也不慌乱 双手一摊说 老乡们 不是我故意欠你们的工钱不给 实在是因为别人欠了我的钱不还啊 所以我也没钱给你们 你们如果想要工钱就跟着我要钱去 我保证拿到钱立马发你们工钱 工人们面面相觑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杨开发的话 不过他们也知道 现在三脚债务确实很多 很多老五纠纷都是由三脚债引起的 只要你们跟我去要债 每个人每天不给两百元工资 发现钱绝不妥欠 杨开发现工人们有些犹豫不决 立刻拍着胸脯许诺道 这下工人们就高兴了 不用干苦力活 就跟着去要债 吼两声壮壮声势 一天就能赚到两百块钱 又是发现钱 不担心妥欠 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啊 就纷纷硬撑道 好杨老板 我们跟你去要钱 你可别骗我们啊 当下杨开发就掉了工地上的两台大卡车 拖了上百名工人 前面搞了两台大产车开道 工人们都头戴安全帽 手里提着杨稿 声势着实有些唬人 然后就浩浩荡荡的 往真小林位于郊县的豪门大宅来了 一下车 杨开发就指挥工人们 把真小林的豪门大宅给围了起来 又拿出两条早已准备好的白底黑子的大横幅 一条写着 真小林大骗子 黄无血汗钱 一条写着 真小林勾结贪官 坑害老百姓 天理不容 让工人们直接在真小林大门口挂了起来 真小林这些徒弟 一看杨开发带了这么多人来 也慌神的 赶紧关了大门 去向真小林禀报 真小林一听说 杨开发又来了 也气得不行 一个电话 打给县里的公安局长 公安局长可是一直想巴结真小林的 平时有到真小林这里闹事的人 真小林也是一个电话 打给公安局长就摆平了 不过杨开发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搞这种要债的事是搞溜了的 怎么可能这么好打发呢 公安局长带着大队警察一来 他就主动迎上去了 热情的握住那带队的公安局长的手 用力摇晃道 这位领导 我是胡云梅电公司的董事长 是政协委员杨开发 我是圣尼茨和尼维斯岛国华裔公民 真小林通过诈骗手段 从我手中骗走了几千万 我正准备向公安机关报案 没想到你们就来了 真是太感谢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通过合法手段维权 要回我的血汗钱 那公安局长就愣住了 杨开发爆出的一大串头衔 还真挺唬人的 杨开发见他还有些将信将疑 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相关身份证明 掏出来给他 公安局长看完杨开发的相关证件 脸色就变得凝重了 公安机关办案最怕的 就是这种涉及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的案子 因为要抓人 必须先跟政协打招呼 更何况这位还是一位外籍华人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证件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眼前这个操着一口流利的 立山话的家伙 怎么就成了外国人呢 这下有些棘手了 公安局长望了望杨开发背后 那气势害人的要债队伍 皱着眉头说 杨总啊 本来私人债务纠纷 我们公安机关是不好参与的 不过你干嘛要带这么多人来呢 你这样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呀 我们公安机关就不得不管了 杨开发双手一弹 装作十分无辜的说 他们可不是我叫来的啊 是因为我欠了他们工钱 现在我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但是我的钱都给真小林骗走了 真小林不还我钱 我就没钱付他们工钱 你说我该怎么办好呢 说着杨开发就朝带队的几个工头使了个眼色 那几个工头立刻带领工人们嚷了起来 我们拿不到工钱是绝不会走的 这下那公安局长也抓瞎了 喊了声收队 带着部下们又撤回去了 暗道上给真小林打了个电话 那是 这事我也帮不上忙了 带头的那位是政协委员 还是为外籍华裔 我们动不了啊 你还是好好和他谈谈吧 和气生财吗 事情闹大了 谁的脸上都不好看呢 真小林的鼻子都快起歪了 没想到当初帮杨开发办的那个外籍身份 如今却变成了砸在自己脚上的石头 然后使他自诩神通广大 遇到杨开发这块滚刀肉 也有些束手无策了 这真是叫做 骗子遇到无赖 有理也说不清了 想想 真小林决定还是和杨开发好好谈一谈 他自然不敢出去见杨开发 就拿出手机拨通了杨开发的电话 气愤的说 杨开发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杨开发见真小林主动打了电话 就知道自己使的招已经奏效了 冷哼一声道 哼 怎么样 两个字 还钱 好 我把败事红包和买车钱退给你 一起给你两百万 从此你我两亲互不相干 真小林咬了咬牙说 知道不充点血 是打发不了杨开发了 哼 两百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最少两千万 一分钱不能少 杨开发 冷笑的说 真小林一听就气坏了 怒道 杨开发 你别太过分了啊 你以为我真的怕了你吗 我多的是办法收拾你 你信不信 我现在发功 让你马上横死街头 切 收起你那套骗子伎俩吧 你要真我那本事 老子会弄成今天这样吗 你有什么招 尽管是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烂人一个 烂名一条 大不了 大家抱着一起死了 杨开发 嗤之以鼻的说 要论对真小林的了解 只怕没几个人 比得过他了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不惧真小林的恐吓 入室第304集 真小林气的 把手机都给摔了 颓然的坐倒在了椅子上 正所谓穷的怕富的 富的怕不要命的 现在杨开发 已经豁出去了 他原先用来对付人的 那些手段 对杨开发 就都不管用了 而且真小林为了这事 还不好去求 自己那些关系户 要不然 别人问起来 大师 你不是会做法吗 怎么连个无赖 都对付不了啊 那他这个假大师的面具 不就被彻底戳破了吗 真小林犹如困兽般 焦躁不安的 来回在屋里走动着 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想到 对付杨开发的办法 最后 还是他那些徒弟中 有个稍微机灵些的 出了个主意 他说 师父 姓杨的不可能 一直带这么多人 在门口守着吧 跟他耗呗 等晚上没人了 你偷偷爬墙出去 直接去月西那边 姓杨的 不可能带着这么多人 去月西追寨吧 他要是真的敢追到月西去 人生地不熟的 还不是想怎么收拾他 就怎么收拾他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就这样 一直耗到了晚上 杨开发确实没办法 能让一百多工人 全陪着他 在这里守着 只能打发大部分人 先回去 留下几个人 在外面守着 准备第二天再来闹 杨开发也没想到 一向最爱面子的 真小林 居然能舍了面子 像做贼一样 晚上偷偷翻墙 跑出了自家的豪宅大院 连夜逃到了月西 真小林去了月西 杨开发就有点边场莫及了 不过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 他手里也是掌握了真小林 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的 于是他专门整理出了一份 十分详细的材料 材料中 罗列了真小林非法行医 重婚 诈骗 偷税 赌博 行贿 非法持有枪支 等弃宗罪 杨开发不仅把举报材料 向各级政法机关递交了 同时还把这些举报材料 放到了网上 这对曾经情同父子 如今却反目成臭的 尸头之间的故事 本就十分富有戏剧性 正符合了新闻媒体 挖掘爆炸性新闻的心理 而真小林这位假大师的神秘背景 更为这起事件增添了许多新眼球的卖点 自然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 一时间 关于真小林的各种负面新闻被热潮 真小林大师的神秘面纱也被渐渐揭开 搞得真小林十分被动 她的那些高官和明星朋友为了避嫌 纷纷发出声明说和她根本不熟 杨开发却显然不满足于此 他正式向法院抵交了诉讼书 告真小林诈骗 而法院迫于社会舆论压力 也接受了杨开发的诉讼申请 正式立案 同时公安机关也对真小林 非法持有枪支案进行了立案 当然 真小林多少还是有些能量的 最后杨开发状告真小林诈骗案 以证据不足被驳回了诉讼请求 而真小林非法持有枪支案 也以查无实据草草撤案 但 社会舆论却并不会因此而平息 反而炒作的更加的热闹了 搞得真小林狼狈不堪 更恼火的是 真小林本就是靠装神棍赚钱的 如今却等于把他的财路给断了 这如何不让真小林对杨开发恨之入骨啊 后来 有朋友给真小林出主意了 说 他可以告你 你也可以告他吗 他向政法机关举报你 你也可以举报他呀 他在网上炒作你的负面新闻 你也可以炒作他的负面新闻吗 这叫以毒攻毒 真小林一想 对呀 就你杨开发会给我泼脏水 我不会给你泼脏水吗 于是 真小林也一直诉状将杨开发告上了法庭 由头是 真小林当时替杨开发在湘江买了一套房子 之前真小林在湘江一个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 因为急于套现 有一批房产低价甩卖 真小林觉得很划算 就自己买了一套 当时 真小林和杨开发的关系 正好得如焦死期 就把这件事跟杨开发说了 结果杨开发也想买一套 当时 因为杨开发没有湘江户籍 所以首付款是由真小林代付的 当时 真小林和杨开发正在运作胡云煤电项目 进出的钱都是以亿计的 两人又都是喜欢装豪气的人 关系好的时候 用钱也没分彼此 这点小钱自然都没放在心上 如今翻脸了 自然就要算后账了 至于后来 杨开发是否把钱还给真小林 也就只有他们两人自己知道了 总之 这是一笔糊涂账 同时 真小林也把杨开发的黑历史给翻出来了 什么靠混黑社会发家呀 做生意不讲诚信 喜欢赖账啊之类的 又找了一帮关系好的新闻媒体记者 在网上一吵 这下热闹了 正所谓狗咬狗满嘴毛 两人的底子本就都不怎么干净 这一吵 倒上老百姓看了出好戏 不过 不得不说呀 真小林这招以毒攻毒 多少还是有些作用的 起码把水给搅浑了 舆论也不再是一边倒了 当然 这种办法 也是没有赢家的 只能拼个两败俱伤 现在两人都是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 但说起来还是杨开发占偏一些 他反正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 自然无所顾忌 还声称 哪怕是告状告到中央去 也要把真小林告倒 相比之下 真小林就只能保持低调了 毕竟闹得太过火了 他后面这些关系就会要敲打他了 肯定有读者要说了 两个人闹得这么凶 政府为什么不介入呢 现在刘部长既然已经倒台了 为什么段宇不出手 把这两个坏蛋都收拾了呢 其实段宇已经出手了 杨开发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将杨开发上了法院的老赖名单 银行向杨开发追债 这些都是段宇为了预防胡云煤电出现金融风险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但是 胡云煤电这么大一块蛋糕 当时向这块大蛋糕伸手的当然不止刘部长一个人 如今刘部长落马了 那些隐藏的更深的人自然更不希望胡云煤电背后的黑幕完全曝光 所以段宇和赵小飞他们对胡云煤电的调查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一直没能取得大的进展 另一方面 段宇自己也不希望胡云煤电完全垮掉 毕竟走煤电联合这条道路是解决和田煤矿产能过剩问题的一条好思路 运作好了将成为立山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立山的经济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 更何况 这里面还牵扯到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 也由不得段宇不慎重啊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等杨开发自己撑不住申请破产 然后由政府接手 对胡云煤电再次进行重组 然后再把杨开发收拾了 拿着背后的黑幕就再想盖也盖不住了 这也是段宇去省城向蒲兴强和宋磊汇报之后 蒲兴强和宋磊从大局考虑和段宇一起制定的策略 毕竟如果逼得太急查得太急 导致背后的人狗急跳墙 后果很可能会恰得其反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僵持局面 杨开发和珍小林谁都奈何不了谁 而政府在这件事上也保持了沉默 没有一个明确态度 让局外人倒是有些物理看花 越发的看不懂了 这个时候珍小林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吴京生自称是中央军委的能量很大 没有他办不了的事 其实这个人也是个骗子 他开过好几个皮包公司最后都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 不过这家伙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 这装逼的本事却是不小啊 特别是学政府高官的派头是唯妙唯肖 那叫一个像啊 按说珍小林也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和政府高官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 应该没那么好骗 但恰恰是因为珍小林太熟悉政府高官的做派 而吴京生又确实学的非常像 倒是把珍小林这个老江湖也给骗过了 吴京生很聪明 他骗人不仅靠嘴皮子功夫 而且会通过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 让受骗人想当然的去猜测自己的身份 比如他和珍小林第一次见面 他就装作不经意的掏西装内口袋里的烟 然后把西装给掀起来 就露出了藏在夜窝下的一个装手枪的皮套 珍小林一看 呦 这位随时还带着枪啊 那多半却是中央军委秘密部门的了 接着 吴京生又主动说要请珍小林吃饭 带着珍小林来到一家豪华酒店 一进门就朝酒店四角看了看 招手把酒店领班叫了过来 指着酒店四角的监控摄像头说 我们有个秘密招待任务 赶紧给我把监控摄像头都关了 珍小林一看这座牌又显了几分 如果不是中央军委秘密部门的 普通人哪有这样的保密意识啊 吃完饭 珍小林抢了要买单 吴京生又一摆手说 老师 看不起我是不是 说好我请客的 再说像我这样的出去吃饭 还用自己出钱吗 简单就是了 说着又一招手把领班叫了过来 龙飞凤母的在结账单上签了几个字 珍小林偷眼一看 发现吴京生果然签的是总参吴京生几个字 心中的疑虑又打消了一些 吃完饭 吴京生又邀请珍小林去他办公的地方参观 这个办公的地方其实是吴京生租的一个院子 他胆子也大 直接在院子外面挂了块中央军委总参某某项目筹备处的牌子 然后他请的人也都是身穿迷赛军服开的军车 实行军事化管理 外行人根本看不出破绽 进了办公室吴京生又故意对珍小林说 大师你在外面见多时光 前几天有朋友送了我一双意大利真皮鞋 你帮我看看是真是假呀 说着吴京生又故意了起裤脚 一下子又露出了绑在小腿上的一个手枪皮套 珍小林就惊呼道 呀怎么你脚上也带着枪啊 哎呦任务需要 你知道我们这种工作随时要执行秘密任务的 哎呀差点违反纪律了 这可不能说的 吴京生这才装作不小心说漏嘴的模样 赶紧把裤腿放了下来 吴京生越是装作这副神神秘秘的模样 珍小林对他的身份就越是深陷不移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珍小林这段时间被杨开发搞得头大如斗 时时想着要指杨开发于死地 偏生又拿他没办法 所以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老师听说你最近遇到点麻烦 如果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好了 吴京生见珍小林已经相信了自己的身份 自然就要开始下钩子了 珍小林就把杨开发的事跟吴京生说了 吴京生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摆摆手说 哎呀哎呀你这都不叫事不就是个无赖吗 我分分钟帮你摆平了 你就说吧你想怎么种他 你要他今天死我保证他活不到明天 而且保证不会让你担半点干系 珍小林虽然很想置杨开发于死地 但却并不想这样杀死他 毕竟人命案子在华夏还是很麻烦的 连连白手说啊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 我只要你帮我把杨开发送到监狱里去 最好是关个十几二十年再放出来 让他找不了我的麻烦就行了 吴京生用手摸了摸下巴 扎扎舌头说 这样啊但是真人面前不说暗话 如果你只是要把人弄死那反倒好办些 那当然要把人送到监狱里去也不是办不到 只是这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可就多了 打点起来啊你懂的啊 珍小林也是混社会的 如何不知道吴京生这是伸手向自己要钱了 连毛说啊这个请你放心 我自然不会让吴老弟你白帮忙的 需要多少费用你说个数 不过不怕你笑话 我这次被杨开发这家伙害得不浅 财路也被他断了 如果数目太大的话 我可拿不出来 吴京生暗骂这个小气鬼 到这个时候还想着省钱 他估摸了一下珍小林能承受的心理价位 伸手比了个八字笑着说 哼大师啊 我和你虽然是初次见面 但你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的 我给你个有情价八百万 八百万啊太高了 珍小林连连摇头说 他本就准备还两百万给杨开发摆平此事的 杨开发鲜少不肯要 那自己就再加一点想了一下说 我最多出四百万行就成交 不行就当我没说过这事 吴京生其实心里已经乐开花了 四百万呢就这样到手了 这钱也来的太容易了吧 不过脸上还是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 和珍小林讨价还价了一番 见从珍小林身上再难炸出油了 这才点了点头说 呃行四百万就四百万 不过我要现金 你知道这种事只能现金交易的 银行交易会留下记录 入室第三百零五集 珍小林毕竟是混江湖的 有些事还是比较老成的 想了想说 呃成交 呃要现金也没问题 不过你得给我写份承诺书 一个月之内将杨开发送进监狱 我先付你两百万 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两百万 吴京生暗骂一声老花头 不过他现在想的 却是先把珍小林的两百万骗到手再说 打了个哈哈说 哎呀看来大师还是不太相信我 没问题 承诺书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写 我们部队的人做事 向来是严重必行 一口吐沫一颗钉着 于是吴京生就当着珍小林写下了承诺书 还按了手印 珍小林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 正是他保守起见 让吴京生写下的这份承诺书 日后成为了他犯罪的铁证 当然 被吴京生骗的其实也不止珍小林一个的 他设的这个所谓的中央军委总参某某项目筹备处本就是个大骗局 骗的人很多 有想做部队工程的建筑老板 有想帮在部队的子女提干保送独军校的 有的骗局还没完全完成 所以 吴京生骗了珍小林这两百万也没有马上跑路 而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 这几天 珍小林差不多天天给吴京生打电话 就得赶紧办事 吴京生都有点不胜其烦了 正好 吴京生有个拜把的兄弟叫张猛的 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 珍小林给吴京生打电话的时候 他正好在旁边 一听这么回事 就用力拍大腿说 大哥 这是可以做呀 你才拿到两百万 还有两百万呢 现在请个杀手做掉一个人才多少钱呀 二十万顶天了 你要不敢做 我来帮你做 保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你还怕这姓真的到时候敢不给钱吗 给张猛这么一怂恿 吴京生有些动心了 他打着军委的牌子四处招摇撞骗 也是冒极大风险的 一旦被抓住 那也是重罪 而且那些想做部队工程的建筑老板 想帮在部队子女提干保送独军校的人 个个都很抠门 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 一人骗个几万 十来万就顶天了 能像真小林这么豪气 一下子拿出四百万的人还真不多 好好捞上这一笔 自己也可以金盆洗手了 妈的 富贵险中求 干了 吴京生用力拍大腿说道 当下与张猛商量起 如何绑架杨开发 如何毁尸灭迹的细节来 这两人也是抠门到家了 商量来商量去 连请杀手的钱都舍不得出了 决定自己亲自动手 张猛再叫两个胆大靠得住的马仔帮忙 搞定一个杨开发 应该戳戳有余了 于是吴京生和张猛带着两个马仔 就连夜坐飞机来到了立山市 在二手车市场买了辆车框还行 但没手续的黑车 挂了块假牌照 然后安排两个马仔去踩点 摸清杨开发的出行规律 他和张猛则在酒店等消息 但是要绑架杨开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杨开发为了防止真小林谋害他 身边一般都带着几个能打的手下 更别说 杨开发如今欠了一屁股债 一堆追债的债主成天追着他跑 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 不过吴京生做生意不行 搞这些歪门邪道鬼点子还是很多的 他注意到杨开发经常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而且他为了在新闻媒体面前保持形象 出去的时候都不会带手下 于是吴京生就伪装成某中央级媒体的记者 约他在位于城郊的丽山温泉酒店见面 杨开发也不宜有他 自打他在网上揭露了真小林的假大师的伪装 专程来丽山采访他的外地媒体记者 可以说是多不胜数 而丽山温泉酒店也是这些记者喜欢下榻的酒店之一 毕竟能假公祭司享受一下谁不乐意呢 听到是中央级媒体来采访 杨开发信更是喜出望外 把真小林彻底搞臭了 就不怕真小林不想他低头啊 早早的开着出了门 出门前还特意打扮了一下 戴了一副瓶光金色眼镜尽量装出一副儒雅的样子 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的时间了 吴京生他们特意选了一段过往车辆较少没有监控路灯也比较暗的路段 当杨开发驾车驶来的时候 吴京生花钱找了两个小乞丐一直等在路边 立刻将早已准备好几个臭鸡蛋 突然砸响杨开发的车前玻璃 鸡蛋清顺着车前玻璃流了下来 这时候杨开发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他居然条件反射的开雨刮器去刮 这一刮让鸡蛋清把整个玻璃都覆盖了 完全看不到前方的路况 车自然也没法往前开了 这个时候杨开发仍然没意识到危险 只当是淘气的小孩子恶作剧 所以打开车门跳下车就指着那两个小乞丐怒骂起来 那两个小乞丐拔嘴就跑 一边跑和一边朝杨开发吐口水 杨开发之前在丽山可以说是横着走的 如何受得了这气呀 就追上去准备抓住那两个小乞丐 好好教训一顿 这时早已埋伏在路边的张萌等人突然冲出 杨开发才发现事情不妙 赶紧反身急逃 一边逃一边大声呼救 吴京生他们计划了这么久 如何可能让杨开发逃脱呀 张猛和一个马仔猛扑上去 将杨开发扑倒在地 另一名拿着木棒的马仔 直接一棒子敲在杨开发的头部 将他敲晕了 然后将他的嘴封上胶纸袋 手脚一捆 这时吴京生也一把车开了过来 往车上一扔 几个人跟着跳上车急车而去 整个作案过程也就几分钟 而且没有目击者 最先发现杨开发失踪的 是他的妻子钟慧君 他虽然与杨开发办理离婚手续 但杨开发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会回家陪他和孩子 再也不像以前也不归宿了 但今天杨开发自打出门到凌晨十二点都没有回家 他就赶紧拨打杨开发的手机 杨开发的手机却关机了 他的直觉告诉他杨开发一定是出事了 赶紧报了警 本来人口失踪需要二十四小时后才立案的 但杨开发毕竟不是一般人 他如今虽然落难了 好歹政协委员的帽子还在呀 所以接到报警的民警也不敢怠慢 赶紧向上级回报 最后连段玉也给惊动了 段玉虽然对杨开发没什么好印象 但是毕竟人命关天呢 他亲自给张喜忠打电话 责令张喜忠一定要在最短时间里破案 张喜忠接了段玉的电话 自然不敢怠慢 立刻部署警力开始查找线索 张喜忠拿着这个案子也着实有些头疼 没有目击者 没有监控录像 一点线索都没有 要在茫茫人海中查找一个人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好在杨开发出门前跟中卫军说了一声 说是要去丽山温泉酒店接受采访 张喜忠就把沿路所有的监控录像全调出来了 通过仔细比对 总算确定了杨开发失踪的大致路段和失踪时间 也锁定了那辆挂着假牌照的黑车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这辆黑车挂的是假牌照 要想通过车牌信息锁定绑架杨开发的嫌疑人是不可能的 线索到这里似乎又断了 张喜忠不愧是破案高手 他立刻组织警力对全市的二手车市场进行了排查 找到了卖出那辆黑车的二手车号的老板 开始那老板还不肯承认 后来得知牵扯到一宗绑架大案就老实交代了 通过二手车行的老板交代 警方通过拼图拼出了购车人的图像 又立刻通过拼图对全市的宾馆酒店外来旅客登记信息进行了比对 很快 吴清生等人就进入了警方视野 立山警方随即发出了通缉令 12小时以后 吴清生等人就在机场被抓获了 吴清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立山警方的动作会如此迅速 再离案发不过48小时就将他们锁定了 在立山警方的强大心理攻势下 吴清生自知再难幸免很快就交代了 根据吴清生等人的交代 立山警方在郊区的一个池塘里捞到了几个装有人体残质的麻布袋 通过DNA比对 确认是杨开发无疑 中会军得知杨开发的死讯后 当场哭得晕厥过去 正好断月文讯赶南了解具体情况 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住溃叹一声 杨开发出身草莽阴险狡诈 表面义气实则对人刻薄 但对家人却不是担当 青年报复也曾风光一时 最后却机关算尽 落得个死无全尸的凄惨结局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可恨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吧 但现在却显然不是感叹的时候 根据吴京生等人的交代 杨开发之死可以说是真小林间接之时的 但是抓捕真小林就不得不慎重了 真小林在月期广有人脉 如果走漏了风声 让真小林潜逃到国外去了 这个案子就成了家生犯了 最后经过商议 专案组制定了一套诱捕方案 由专案组民警办成法院工作人员去月期 假称有一件官司 需要真小林到丽山协助调查 等真小林到丽山后再实施抓捕 抓捕真小林的过程也比较顺利 负负责又部的民警态度很和气 所以真小林也不宜有他 他以为自己还是那个可以在丽山呼风唤雨的真大师呢 简单收拾一下形状 带了几个徒弟和助理就跟着办案人员回了丽山 真小林到达丽山当晚即被丽山警方正式抓捕 并被迅速转移单独关押 由不得丽山警方不慎重啊 真小林毕竟不是一般人 他的被捕必定会引起一连串的社会反应 当晚有一个参与抓捕行动的民警出于炫耀心理 在微信朋友圈中晒出了真小林被捕和审问的照片 旋即该民警就受到了停职处分 当然真小林被捕的消息是不可能盖得住的 毕竟跟他一起来的徒弟和助理并没有涉嫌违法行为 在隔离关押十小时后就被释放了 媒体在得知真小林涉嫌指示他人杀害他曾经的徒弟杨开发被抓后一片哗然 再次掀起了报道热潮 杨开发和真小林如果反目成仇的故事也再次被翻出来热潮 倒是老百姓茶余饭后又多了些谈资 段玉得知真小林被抓的消息后却没有任何轻松的感觉 因为他知道一场更加隐蔽更加严峻的斗争即将展开 那些隐藏在真小林和杨开发背后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 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挠对真小林的审讯工作 而真小林肯定也不会心甘情愿的伏法 肯定还抱着他背后那些关系会营救他出去的幻想 对真小林的审讯工作果然很不顺利 刚开始真小林很嚣张扬言要控告立山警方非法拘禁 后来警方拿出吴京生给他写的承诺书这样的铁证他才老实的写 不过仍然是避重就轻 坚称自己并没有要吴京生杀人 杀杨开发完全是吴京生等人自作主张 对于胡云煤电运作背后的黑幕更是闭口不提 与此同时那些在外面的人也没有消停 先是曝出有专案组警员被收买 帮助真小林与外界传递信息 后来又在送给真小林的盒饭中发现了小纸条 虽然这些苗头都很快被专案组组长张喜忠发现 并很快做出了严厉处置 并给真小林调换了新关押地点 但真小林显然是从外界传递进来的信息中找到了底气 态度越发的顽抗 从真小林这里一时打不开突破口 段宇也没有气馁 现在杨开发既然已经遇害 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接管胡云煤电公司了 通过对胡云煤电财务状况的调查肯定会有所发现 赵小飞再次主动请应 要求担任胡云煤电资产清算和重组领导小组的组长 这和段宇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为要对胡云煤电进行资产清算和重组肯定会阻力重重 一般人还真扛不住这样的压力 赵小飞这位背景深厚的常务副市长 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果然 当段宇在常委会上提出这一提议时 就遭到了五国光的强烈反对 甚至还排起了桌子 准备自己亲自担任胡云煤电资产清算和重组领导小组的组长 五国光之所以会如此失态 很显然也是感受到了危机 已经失了方寸了 但是有段宇和赵小飞联手 五国光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赵小飞担任胡云煤电资产清算和重组领导小组的组长 以绝对票数优势在常委会上获得了通过 而这时省纪委又派出调查组来到立山 彭东霖亲自带队 准备强势插手胡云煤电的调查 可惜他遇到了赵小飞 赵小飞当然不会卖这位省纪委书记的账了 直接把彭东霖顶了回去 而段宇也第一时间向省委书记蒲兴强做了汇报 蒲兴强亲自给彭东霖打电话 彭东霖再不得不灰溜溜的大道回府 赵小飞果然没有辜负段宇的期望 他专门从国家审计局借掉了一批审计高手 很快就从胡云煤电的财务往来账中发现了问题 发现有多笔巨额款项去向不明 甚至有的贷款根本就没有到胡云煤电的账户就已经被转走了 顺藤摸瓜 这些资金的去向很快被查明 流入了南云省的几家民营企业 而这几家民营企业 多和南云省的几位省领导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 其中有一家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就是省纪委书记彭东霖的小舅子 更惊人的是 在这些企业名单中 段宇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华元宣会所 当然 这些资金流入这些民营企业 也是有着各种看似正当的名目的 挂的也是业务网来账 比如 流入华元宣会所的那笔钱 用的就是购买名人字画的名目 而且金额不小 足有八千多万元 但是这些买来的名人字画在哪里 却是谁都没有看到 华元宣这个名字 段宇实在是太熟悉了 因为他第一次去谭星河办公室 就被薛千约到了那里吃饭 又在那里看到了谭星河提字的一幅字画 后来立山城市改造工程启动前 这家华元宣会所老板开设的全员房地产公司 又把触角伸了过来 所以段宇清楚的知道 这家华元宣会所背后站的是谁 既然这件事牵扯到谭星河和彭东林 还有其他好几位省领导 段宇也不得不慎重了 和赵小飞连夜赶到省城 把调查情况向省委书记蒲星强做了汇报 蒲星强也感到十分震惊 立刻又把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 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 由中纪委副书记孙向龙亲自带队 抽调精兵强将将组建秘密调查组来到立山市 接手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 由中纪委介入 之前那些阻力自然就不算什么了 而孙向龙更是向来以铁面无私 刚正博主称 由他带队的中纪委调查组很快获得了重大进展 胡云梅店的秘密股份的分配黑幕也被揭露了出来 剩下的就是抓人了 彭东霖毕竟是多年从事纪检工作的 尽管调查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他还是察觉到了危险 改头换面准备潜逃 在机场被中纪委工作人员截获 接着孙向龙和蒲兴强一起来到谭心河的办公室 向他宣布了双规决定 谭心河面如死灰 也没有试图申辩什么 长叹一口气 就跟着中纪委工作人员离开了 大鱼都被抓了 小鱼自然也不可能漏网 吴国光在市委常委会上被中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吴国光被带走的时候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他指着段玉咬牙切齿的说 你刚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是个扫把星 走到哪里哪里就要发生官场地震 当时我不信 我现在信了 有你在 离神就不得安宁啊 还需要交代一下的是 郑吉诗这只已经落马的落水狗 也被再次查出 在和田煤矿的重组过程中收受了杨开发的贿赂 而他也自知难免一死 终于扛不住中纪委调查组的心理公事彻底交代了 不仅供出了五国光不少的危机事实 连本以为已经平安落地的田博光和蒋天芳也再次牵扯进来 最后仍没逃过被双规的下场 因为此案还牵扯到一些中央部委的官员 所以甄小林也被移交给中纪委调查组秘密带回京城继续协助 可以说这次胡云煤电黑幕事件引发了南云省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场地震 多位省级副省级高官落马 立山市领导班子更是遭遇血洗 不仅市委书记五国光 市委常委中徐海涛薛谦周兆正都没能幸免 加上之前已经落马的政级师 整个市委常委班子将近半数人都被牵扯进来了 这场官场地震让南云省官场集体失声 很长一段时间南云官场中人都人人自危 尽量避免谈及此案生怕被牵连进去 倒是老百姓人人拍手称快点赞声一片 不过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在悄悄流传 就是五国光被中纪委工作人员带走时 对段宇说的那番话被人传开了 在印证段宇在驱龙时驱龙官场发生地震的事 段宇这个官场扫把星的绰号 似乎有越传越响的势头 就连中纪委调查组回京前 调查组为答谢地方工作人员配合 特意举办了茶话会上 蒲兴强向孙向龙介绍段宇的时候 孙向龙一听段宇的名字眼睛就一亮 用手指点了点段宇和和笑道 你就是段宇同志啊 我知道你现在你的名声很响啊 听说你还有个官场扫把星的绰号 段宇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接话了 不好意思的挠挠头笑了 孙向龙继续笑着说 小段啊 你可不要因为这个绰号被思想包袱 要我说咱们干部队伍里 就是要多几个你这样的扫把星 我们的干部队伍才会更加纯洁 那些个官场败类 官场注重才会无所遁形 说起来也是巧了 我以前有个老部下也姓段 以前也有人叫他官场杀心 到哪里哪里就有官员落马 他就从来不在乎 现在都已经是封将大力了 所以只要是以心为民情政连结 你就一定会有远大的未来 小段我看好你 孙向龙说着又转头对蒲兴强笑着说 兴强同志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蒲兴强哈哈大笑说 孙书记说的是段泽涛同志吧 泽涛同志一直是我的榜样啊 他到藏西省任省委书记才一年多 今年藏西省的GDP增长可是排名全国第一啊 打击藏都暴恐分子也是卓有成效 受到了中央的点名表扬 可惜我一直没机会向他当面取经呢 段玉此事当然还不知道 孙向龙和蒲兴强正在谈论的其实是他的亲生父亲 不过听孙向龙和蒲兴强讲述起段泽涛的事迹也是十分神亡 暗暗激励自己将来就要做这样的人 胡云梅殿系列贪腐窝案到这里似乎是可以宣告结束了 但是这起贪腐窝案给南云省和丽山市带来的影响 却肯定是短时间无法消弭的 首先空出了这么多的官位需要填补 这自然又会引发省里的一番博弈了 省里空出的位子自然有中央高层去考虑 据说宋磊很可能会扶正成为代省长 这对段玉自然是个好消息 不过却不是他能操心的 他要操心的事太多了 首先胡云梅殿这个烂摊子一定要收拾好 再就是市里领导班子这些空缺的人选 他也得好好争取争取 免得上面再空降一些像薛迁徐海涛这样的人下来 那今后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当然 丽山如今最让人垂涎的 自然是五国光空出来的市委书记的位置 本来对于这个位置 段玉是没有什么想法的 毕竟他担任市长也才一年多的时间 这么快升任市委书记 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哪怕是省委书记蒲兴强和即将升任代省长的宋磊 都很欣赏他 只怕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时候阻力也不会小 不过段玉这次却是沾了赵小飞的光 赵小飞由国家发改委的副司长外放 本来都要提议级的 现在却只任了常务副市长 他自然也是想进步的 所以也特意进京活动了一番 他自觉之前处处和段玉作对 这次的胡云煤电贪腐无暗 如果不是段玉提醒 他可能也会有些牵扯 现在反而立了大功 自然也很感谢段玉 也觉得欠了段玉一个人情 而且他要进步的话 段玉也必须挪位子 市长的位置才会空出来 所以活动的时候也顺道帮段玉也运作了一下 以赵家的影响力自然卖面子的人很多 而省里蒲兴强和即将升任代省长的宋磊都支持段玉 所以段玉最后得以成功接任立山市委书记 赵小飞也成功接任代市长 当了市委书记 段玉对于人事问题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更重了 在他向蒲兴强和宋磊的竭力争取下 最后宋军接任了常务副市长 罗瑶进了高开区区委书记的位置 周南进入宋军空出来的湖景县县委书记的位置 而张喜忠这次破案也立了大功 被段玉推荐接任立山市公安局局长 而省政法委书记刘建伟对张喜忠也颇为欣赏 所以这个任命在省官厅也获得了通过 只是张喜忠资历还不够 就无法见市委常委班子兼政法委书记了 新任政法委书记仍然有省政法委空降 林亚仪也抓住了机会 上调到省纪委任副书记 关于他空出来的市纪委书记的位置 他临走时也与段玉做了沟通 段玉对市委副书记孔宪峰印象不错 就向林亚仪推荐由孔宪峰接任 林亚仪采纳了段玉的建议 向省理推荐了孔宪峰 得到了省理的首肯 有了这样的布局 段玉就掌控住了常委会的话语权 而赵小飞如今也摆正了位置 和段玉配合十分默契 自然也不会和他唱对台戏 就算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比如组织部长新子平 常委副市长张瑞丽之流的 也因为受五国光落马的影响 如今都夹起尾巴做人了 所以如今的丽山常委领导班子 倒是变得空前的团结 如今的丽山市 可谓是正通人和 真正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加上高铁项目正式开建 段玉之前提前做好的布局也起了作用 一下子就把丽山的经济拉起来了 肯定有性结的读者要问了 段思梅拿了段玉的头发去做DNA鉴定了 这个时候早应该有结果了呀 怎么还不来找段玉认亲呢 这件事且容我细表 段思梅拿了段玉的头发去做DNA鉴定 结果自然让她震惊不已 鉴定结果显示她和段玉却有亲缘关系 为同父异母的姐弟 段思梅虽然之前心中已有猜测 但真的看到这个结果时却仍然感觉难以接受 虽然段思梅从小就希望自己能有兄弟姐妹陪她一起玩耍 但突然从天上掉下个弟弟来这种事 却已经超出她的成熟范围 因为这个结果意味着她一直十分崇拜的父亲 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别的女人 而从上次母亲李梅的表现 母亲好像对这件事其实是知情的 这就让一直十分独立 甚至有些女权主义倾向的段思梅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了 当下段思梅就拿着鉴定结果急匆匆的跑回了家 李梅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 见到段思梅回来感到很意外 因为段思梅往常回家都是下班以后 很少在这个时间点回来 而段思梅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搂着母亲撒娇 把手中的鉴定结果往沙发上一扔 面无表情的说 妈你看看这个吧 李梅有些莫名其妙的拿起鉴定结果一看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手都颤抖起来 楠楠自语道 真的是她 小雪妹妹要是知道了 还不知道该高兴成什么样呢 泽涛也一定会喜出望外吧 不行 走到现在正是师徒最关键的时候 这件事不能告诉他们 妈 你是不是该向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会突然多出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来呢 段思梅恨不得把满脑子的疑问全倒出来 连猪泡的追问道 李梅神色复杂的望了段思梅一眼 拍了拍一旁的位置叹了口气说道 思梅呀 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是不该再瞒着你了 你坐吧 听妈妈妈妈说给你听 这件事说来就话长啊 接着李梅就把他和江小雪以及段泽涛之间的故事 还有段泽涛如何和江子龙结仇 段宇如何被抢的事详详细细的告诉了段思梅 段思梅小时候其实在家里见过江小雪的 对这个漂亮又温柔的阿姨印象很好 对于母亲和江小雪以及段泽涛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 还有弟弟的离奇绅士也是感叹不已 不过对于父亲同时还有这么多女人的事 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有些气愤的说 爸怎么能这样呢 这对妈妈你还有小雪阿姨太不公平了 如果不是他太花心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 妈如果我是你 我是怎么都不可能接受的 李梅慈爱的摸了摸女儿的头笑笑说 闺女感情这种事是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你爸也不完全是花心 只能说是造化弄人吧 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说起来妈妈已经算是幸福的了 你小雪阿姨才叫孔呢 骨肉分离这么多年 入室第三百零七集 对于长辈之间的感情纠葛 段思梅也不好多做评价 不能接受也只能接受了 此时她倒是有些同情段玉了 从小就骨肉分离 只怕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就连忙说 妈既然这样 咱们就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雪阿姨和段玉吧 她实在太可怜了 李梅却摇了摇头 面色凝重的说 不行 我太了解小雪妹妹了 她如果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不顾一切的去丽山找段玉 你爸现在正是仕途最关键的时候 听你外公说 下一次中央换届 你爸很肯要入常的 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的岔子 妈 为什么你们眼里总是只有仕途 前程 难道还有什么比骨肉团聚更重要的吗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冷漠 太残忍了吗 我不管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小雪阿姨 段思梅显然不能理解李梅的这个决定 猛的站了起来激动的说 思梅 不许任性 你根本就不懂政治斗争有多残酷 现在我们李家还有萧家段家的兴衰 都记在你爸一个人身上 多少人正瞪着眼镜想找你爸的污点呢 如果让这些人知道你爸在外面有私生子 你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吗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把这件事说出去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李梅猛的站了起来 用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指着段思梅怒斥道 段思梅从没见母亲发过这么大的火 她从小生在官欢之家 母亲说的这些道理她其实也是懂的 只是感情上难以接受 眼泪就刷的流了下来 李梅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过于严厉了 放缓语气 语重心长的说 思梅 妈这样做可能是有些残忍 但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本就不可能像普通人家一样 这也算是有所得比有所失吧 你不是说段宇现在过得不错吗 这么年轻就当上市长了 将来肯定也是前途无量的 那么早一点晚一点相认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对她也好啊 等你爸的地位稳固了 我们再把这件事告诉她 从长计议总会有相认的那一天的 段宇自然想不到 她就这样再次错过了与亲生父母相认的机会 她现在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立山市的发展和建设上 立山市现在可以说是一月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已经成为南云省除省城以外规模最大的绿色环保旅游新城市 在段宇主政立山的三年中 立山市的基地毕增长基本上是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已经由原来的全省排名靠后地级市 越居全省地级市前三强 彻底甩掉了落后式的帽子 三年中 立山市的经济增长亮点全面开花 老的支柱产业如矿产资源产业成功转型 通过煤电联合 淘汰落后产能 采矿与矿石加工 销售产业链条整合等手段 缓发了第二春 实现了持续稳步增长 新的支柱产业 如高新科技产业 旅游业 特色种植养殖业等新兴产业也是高歌猛进 节节攀升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特别是段玉对于县区特色 经济产业链条的扶持计划 受效明显 很大程度改变了过去各县区 因为地域位置不同 经济发展不平衡 贫富差距大的局面 使得立山市真正实现了全面均衡发展 当然 GDP增长并不是衡量段玉政绩的唯一标准 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 使老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三年内 立山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整整一番 所以现在立山市的老百姓提到段玉 没有不数大拇指的 更让老百姓感到高兴的是 立山市成为了南云省第一个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的试点城市 也是全省第一个推行城乡弱势群体大病免费医疗保险的试点地级市 第一个乘坐公交免费的城市 在改善民生关注弱势群体生活保障方面 立山市甚至已经走到了全国前列 另一方面 段玉实行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和严查干部职务腐败两手抓 大力整顿干部队伍 将一大批务实肯干清正连接的优秀干部提拔到了最适合他们的岗位 使得整个立山政府机构形成了一种高效连接务实的良好风气 在省委组织部对基层干部的绩效考核评比中 立山干部考核的优良率达到了95%以上 凭着这些实打实的政绩 段玉被评委了全国十家地级市委书记 被二号首长在全国优秀青年干部表彰会上点名表扬 也逐步进入了高层的事业 而这时段玉最为敬重的老领导李文君也正式调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在他的推荐下段玉获得了参加中央党校轻干班培训的机会 不过李文君并不是喜欢使恩于下的人 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段玉 倒是消息灵通的赵小飞嫌疑不得到了消息 立刻喜滋滋的来向段玉报喜来了 这几年赵小飞和段玉配合默契 关系自然也很亲近 特别是段思梅每次和赵小飞通电话 都会警告他不许和段玉作对 所以现在赵小飞对段玉那真是好的没话说 段玉请客请客 晚上我要去你家吃孟雪妹子做的干锅鸭 你赶紧打电话通知孟雪妹子准备材料啊 赵小飞一旦认可了一个人说话就很随意了 如今他和段玉家包括李孟雪都混熟了 经常去段玉家打秋风 段玉瞟了赵小飞一眼暗暗好笑 赵小飞在人前还是很矜持的 李山市很多干部都有点怕他 不过他私下里却是这副大咧咧的模样 看来人都有两面性 只是能看到他这一面的人就不多了 就没好气的说 你要打秋风就直说 不过这次找的又是什么借口啊 赵小飞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说 这次啊 可是真有好消息 你要去中央党校进修了 这算不算好消息啊 应不应该请客啊 段玉也是心头一喜 谁都知道 中央党校是党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 他一直想去中央党校学习 可是一则手托的工作太忙走不开 二则也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 现在李山市的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了 有赵小飞主持局面 他也很放心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 当然是好消息了 你这是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段玉故意说 他已经摸清了赵小飞的性格 经常和他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反而有助于拉近两人的关系 赵小飞一听就急眼了 指着自己的鼻子急忙说 我是传小道消息的人吗 中央党校的教务处长 可是我的铁哥们啊 他亲口告诉我的能有家 听说啊 是中组部的李部长亲自推荐的你 要不然还真轮不上你呢 中央党校谁不想去啊 听到是李文君亲自推荐了自己 段玉就知道 这事肯定不假了 嘴上却故意打趣说 你这么想我去 是不是想我碍眼了 想抢班夺权了 歉 我要想当一把手 申请调了别的事去 早当上了 不过呀 你还真别说 我现在是真喜欢上离山了 用不着勾心斗角 做起事来也顺气 大事都有你这个一把手操心了 出了成绩也少不了我那一分 多好啊 赵小飞自然知道 段玉是在和他开玩笑 漫不经心的摇着二郎腿说 说到这里 赵小飞突然收起笑容 转头对段玉争色说 不过 这次机会你还真得好好把握住了 我听我哥们说了 这次的亲干班跟以往不同 全部是省部级储备干部 将来绝大多数是要做封疆大力的 甚至更进一步也不是没可能 这些都是很好的人脉 对你将来大有帮助的 段玉这次没有开玩笑 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赵小飞这番话 确实金语良言 到了他现在的位置 再想往上走 确实就要注意官场人脉的培养了 像蒲青强和宋磊 就曾经是中央党校同学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 在仕途上就会多很多的助力 很快 段玉就接到了中央党校寄来的入学通知书 他把手头的工作向赵小飞做了移交 又去省里向蒲青强和宋磊汇报了一下 就乘坐当天的飞机去了京城 到了京城 自然有驻京办主任黄德明来接 本来段玉任市委书记后 是准备将黄德明调回丽山任市委接待处处长的 不过征求黄德明意见的时候 黄德明却说 已经习惯在京城工作了 年纪也四十多快五十了 对仕途没有太大的奢望 准备在驻京办主任的位置上感到退休得了 所以段玉也没有勉强 而且他一时间确实也找不到接替黄德明的合适人选 离中央党校规定的报道时间还有一天 段玉之所以提前来京 是想前去拜访下李文君 毕竟这次如果不是李文君推荐 他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段玉就去了中组部 作为掌管全国干部关帽子的地方 门自然不是那么好进的 段玉拿出工作证做了登记 可门卫还是不让他进 要他先和李文君办公室联系 有李文君的秘书想门卫确认才能放他进去 段玉只好给李文君打电话 李文君听说段玉来了也很高兴 安排秘书亲自到大门口来接段玉 李文君现在的秘书已经不是佐治文了 新秘书叫刘志龙 所以不认识段玉 对李文君如此重视段玉很是不解 要知道就是一般的省部级干部来拜访李文君 也顶多是由他跟门卫士打个电话 很少要他亲自出来接的呢 刘志龙来到大门口一看段玉如此年轻 就更加不解了 没有表情的对段玉点了点头说 你就是段玉同志吧跟我来吧 段玉对刘志龙的冷淡也不以为意 跟着刘志龙来到李文君办公室 李文君听到声响 就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 主动走到办公室正中迎接段玉 上下打量了段玉一番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小段啊 让我好好看看你 嗯 毕竟成熟多了 听说你在立山干的不错呀 行 总算是没有给我丢脸呢 段玉看到李文君也是心潮澎湃 李文君和在南瑜任职时变化不大 不过鬓角却出现了丝丝白发 显然是份操心 想起自己在仕途上李文君对自己的呵护和提携 段玉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了 颤声道 老领导 谢谢您 没有您 就没有我的今天 李文君的心情其实也很激动 看到自己亲手提携的部下成长起来了 心中自然是无比欣慰的 不过他是属于感情内敛的人 脸上自然不会表露出来 对刘志龙挥了挥手说 小刘 赶紧给小段泡茶 拿里面茶罐里的龙井 顺道给小段包上二两 让他带走 这小子每回到我办公室 不打扎秋风是不会走的 段玉被李文君提起当年的糗事儿 有些不好意思挠挠头 黑笑了 刘志龙却是有些动容了 他从没见李文君用如此随意和亲近的口气和下面的干部说过话 而李文君让他给段玉炮的极品龙井茶 平时李文君都舍不得喝呀 除非是来了贵客才让炮的 现在李文君居然让他包二两直接给段玉带走 这待遇可就不是一般的高了 刘志龙暗暗后悔 刚才对段玉太冷淡了 能被李文君如此器重的人 岂会是一般人 待会儿送段玉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好生结交一下 刘志龙一边转着心思 一边给段玉泡好了茶 轻轻的带上了门退了出去 老领导 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给了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 段玉感激的说 李文君摆摆手 呵呵笑道 你不用谢我 美国选才本就是我们中组部的职作所在 如果你不符合条件 我是不会推荐你的 说到这里 李文君收起笑容 郑瑟说 我希望你不要把这次学习当成是来镀金 一定要认真踏实的学习 这样才会有所收获 才能不需此行 段玉重重的点了点头 这时李文君突然问了他一个令他尴尬无比的问题 对了 对于长辈之间的感情纠葛 段思梅也不好多做评价 不能接受也只能接受了 此时他倒是有些同情段玉了 从小就骨肉分离 只怕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就连忙说 妈 既然这样 咱们就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雪阿姨和段玉吧 她实在太可怜了 李梅却摇了摇头 面色凝重的说 不行 我太了解小雪妹妹了 她如果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不顾一切的去丽山找段玉 你爸现在正是试读最关键的时候 听你外公说 下一次中阳换届 你爸很可能要入肠的 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的岔子 妈 为什么你们眼里总是只有仕途虔诚 难道还有什么比骨肉团聚更重要的吗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冷漠太残忍了吗 我不管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小雪阿姨 段思梅显然不能理解李梅的这个决定 蒙的站了起来激动的说 思梅 不许任性 你根本就不懂政治斗争有多残酷 现在我们李家还有萧家 段家的新衰都记在你爸一个人身上 多少人正瞪着眼睛想找你爸的污点呢 如果让这些人知道你爸在外面有私生子 你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吗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把这件事说出去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李梅猛的站了起来 用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指着段思梅怒斥道 段思梅从没见母亲发过这么大的火 她从小生在官宦之家 母亲说的这些道理她其实也是懂的 只是感情上难以接受 眼泪就刷的流了下来 李梅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过于严厉了 放缓语气语重心长地说 思梅 妈这样做可能是有些残忍 但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本就不可能像普通人家一样 这也算是有所得比有所失吧 你不是说段宇现在过得不错吗 这么年轻就当上市长了 将来肯定也是前途无量的 那么早一点晚一点相认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对她也好啊 等你爸的地位稳固了 我们再把这件事告诉她 从长计议 总会有相认的那一天的 段宇自然想不到 她就这样再次错过了与亲生父母相认的机会 她现在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立山市的发展和建设上 立山市现在可以说是一月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已经成为南云省除省城以外规模最大的绿色环保旅游新城市 在段宇主政立山的三年中 立山市的基地币增长基本上是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已经由原来的全省排名靠后地级市 越居全省地级市前三强 彻底甩掉了落后市的帽子 三年中 立山市的经济增长亮点全面开花 老的支柱产业如矿产资源产业成功转型 通过煤电联合淘汰落后产能采矿与矿石加工 销售产业链条整合等手段缓发了第二春 实现了持续稳步增长 新的支柱产业 如高新科技产业 旅游业 特色种植养殖业等新兴产业也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 大有后来居上之事 特别是断育对于县区特色经济产业链条的扶持计划 收效明显 很大程度改变了过去各县区因为地域位置不同 经济发展不平衡 贫富差距大的局面 使得立山市真正实现了全面均衡发展 当然 GDP增长并不是衡量断育政绩的唯一标准 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 使老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三年内 立山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整整一番 所以现在立山市的老百姓提到断育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更让老百姓感到高兴的是 立山市成为了南云省第一个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的试点城市 也是全省第一个推行城乡弱势群体大病免费医疗保险的试点地级市 第一个乘坐公交免费的城市 在改善民生关注弱势群体生活保障方面 立山市甚至已经走到了全国前列 另一方面 断育实行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和严查干部职务腐败两手抓 大力整顿干部队伍 将一大批务实肯干清正连结的优秀干部 提拔到了最适合他们的岗位 使得整个立山政府机构形成了一种高效连结务实的良好风气 在省委组织部对基层干部的绩效考核评比中 立山干部考核的优良率达到了95%以上 凭着这些实打实的政绩 段玉被评委了全国十家地级市委书记 被二号首长在全国优秀青年干部表彰会上点名表扬 也逐步进入了高层的事业 而这时段玉最为敬重的老领导李文君也正式调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在他的推荐下段玉获得了参加中央党校轻干班培训的机会 不过李文君并不是喜欢使恩于下的人 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段玉 倒是消息灵通的赵小飞嫌疑不得到了消息 立刻喜滋滋的来向段玉报喜来了 这几年赵小飞和段玉配合默契 关系自然也很亲近 特别是段思梅每次和赵小飞通电话都会警告他不许和段玉作对 所以现在赵小飞对段玉那真是好的没话说 段玉请客请客晚上我要去你家吃孟雪妹子做的干锅鸭 你赶紧打电话通知孟雪妹子准备材料啊 赵小飞一旦认可了一个人说话就很随意了 如今他和段玉家包括李孟雪都混熟了 经常去段玉家打秋风 段玉瞟了赵小飞一眼暗暗好笑 赵小飞在人前还是很矜持的 李山市很多干部都有点怕他 不过他私下里却是这副大咧咧的模样 看来人都有两面性 只是能看到他这一面的人就不多了 就没好气的说 你要打秋风就直说 这次找的又是什么借口啊 赵小飞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说 这次啊可是真有好消息 你要去中央党校进修了 这算不算好消息啊 应不应该请客啊 段玉也是心头一喜 谁都知道中央党校是党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 他一直想去中央党校学习 可是一则手头的工作太忙走不开 二则也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 现在李山市的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了 有赵小飞主持局面他也很放心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你这是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段玉故意说 他已经摸清了赵小飞的性格 经常和他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反而有助于拉近两人的关系 赵小飞一听就急眼了指着自己的鼻子急忙说 我是传小道消息的人吗 中央党校的教务处长 可是我的铁哥们啊 他亲口告诉我的能有家 听说啊是中组部的李部长亲自推荐的你 要不然还真轮不上你呢 中央党校谁不想去啊 听到是李文君亲自推荐了自己 段玉就知道这事肯定不假了 嘴上却故意大趣说 你这么想我去是不是想我碍眼了 想抢办夺权了 切 我要想当一把手 申请调到别的事去早当上了 不过呀 你还真别说 我现在是真喜欢上李山了 用不着勾心斗角做起事来也顺气 大事都有你这个一把手操心了 出了成绩也少不了我那一份 多好啊 赵小飞自然知道 段玉是在和他开玩笑 漫不经心的摇着二郎腿说 说到这里 赵小飞突然收起笑容 转头对段玉争色说 不过这次机会你还真得好好把握住了 我听我哥们说了啊 这次的亲干班跟以往不同 全部是省部级储备干部 将来绝大多数是要做封疆大力的 甚至更进一步也不是没可能 这些都是很好的人脉 对你将来大有帮助的 段玉这次没有开玩笑 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赵小飞这番话确实金语良言 到了他现在的位置 再想往上走 确实就要注意官场人脉的培养了 像蒲青强和宋磊 就曾经是中央党校同学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 在仕途上就会多很多的助力 很快 段玉就接到了中央党校寄来的入学通知书 他把手头的工作向赵小飞做了移交 又去省里向蒲青强和宋磊汇报了一下 就乘坐当天的飞机去了京城 到了京城 自然有助经办主任黄德明来接 本来段玉任市委书记后 是准备将黄德明调回丽山任市委接待处处长的 不过征求黄德明意见的时候 黄德明却说已经习惯在京城工作了 年纪也四十多快五十了 对仕途没有太大的奢望 准备在助经办主任的位置上感到退休得了 所以段玉也没有勉强 而且他一时间确实也找不到接替黄德明的合适人选 离中央党校规定的报道时间还有一天 段玉之所以提前来进 是想先去拜访下李文君 毕竟这次如果不是李文君推荐 他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段玉就去了中组部 作为掌管全国干部关帽子的地方 门自然不是那么好进的 段玉拿出工作证做了登记 可门卫还是不让他进 要他先和李文君办公室联系 有李文君的秘书向门卫确认才能放他进去 段玉只好给李文君打电话 李文君听说段玉来了也很高兴 安排秘书亲自到大门口来接段玉 李文君现在的秘书已经不是佐治文了 新秘书叫刘志龙所以不认识段玉 对李文君如此重视段玉很是不解 要知道就是一般的省部级干部来拜访李文君 也顶多是由他跟门卫室打个电话 很少要他亲自出来接的呢 刘志龙来到大门口一看段玉如此年轻就更加不解了 面无表情的对段玉点了点头说 你就是段玉同志吧跟我来吧 段玉对刘志龙的冷淡也不以为意 跟着刘志龙来到李文君办公室 李文君听到声响就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 主动走到办公室正中迎接段玉 上下打量了段玉一番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小段啊让我好好看看你 嗯比肩成熟多了 听说你在立山干的不错呀 行总算是没有给我丢脸呢 段玉看到李文君也是心潮澎湃 李文君和在南玉任职时变化不大 不过鬓角却出现了丝丝白发 显然是份操心 想起自己在仕途上李文君对自己的呵护和提携 段玉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了 颤声道 老领导谢谢您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李文君的心情其实也很激动 看到自己亲手提携的布侠成长起来了 心中自然是无比欣慰的 不过他是属于感情内敛的人 脸上自然不会表露出来 对刘志龙挥了挥手说 小刘赶紧给小段泡茶 拿里面茶罐里的龙井 伸道给小段包上二两让他带走 这小子每回到办公室不搭这秋风是不会走的 段玉被李文君提起当年的糗事 有些不好意思挠挠头黑黑笑了 刘志龙却是有些动容了 他从没见李文君用如此随意和亲近的口气和下面的干部说过话 而李文君让他给段玉炮的极品龙井茶 平时李文君都舍不得喝呀 除非是来了贵客才让炮的 现在李文君居然让他包二两直接给段玉带走 这待遇可就不是一般的高了 刘志龙暗暗后悔 刚才对段玉太冷淡了 能被李文君如此器重的人岂会是一般人 待会儿送段玉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好生结交一下 刘志龙一边转着心思一边给段玉泡好了茶 轻轻地带上了门退了出去 老领导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给了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 段玉感激地说 李文君摆摆手和和笑道 你不用谢我 美国选才本就是我们中组部的职责所在 如果你不符合条件 我是不会推荐你的 说到这里 李文君收起笑容 正色说 我希望你不要把这次学习当成是来镀金 一定要认真踏实地学习 这样才会有所收获 才能不许此行 段玉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时李文君突然问了他一个令他尴尬无比的问题 对了 小段 你年纪也不小了 个人问题也该解决了吧 组织上 为什么把是否成家作为衡量年轻干部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呢 就是因为一个人只有有了家庭才会更加的有责任感 段玉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李文君的这个问题 他何尝不想与李孟雪早日修成正果 结束爱情长跑啊 尤其是李孟雪掉到丽山来以后 两人独处的时间比前更多了 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好几次都差点擦枪走火 可是问题还是卡在李克定身上 本来李克定的态度有些松动了 可谁知李克定调到京城任文化部长副部长后 不久态度又变了 一个劲的催李孟雪进京 后来李孟雪去一趟京城 李克定安排他与某位京城大少去相亲了 气得李孟雪连夜就从京城飞回了丽山 现在就这么一直僵持着 让段玉着实十分头疼 李文君也看出段玉的神色有些为难 就大略猜到了其中缘由 笑笑说 我记得你是和柯定同志的闺女在处对象吧 柯定同志的性格是有点那个了 有机会的话我帮你做做他的工作 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这个面子了 段玉自视连声表示感谢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段玉知道李文君工作很忙 就赶紧起身告辞了 李文君亲自送他到门口 交代刘志龙带他送段玉出去 这一次刘志龙的态度就很热情了 他刚才已经和李文君的前秘书佐志文通了电话了 知道段玉是李文君的心腹爱将 自然要刻意交好了 送段玉出去的时候 特意与段玉交换了联系电话 告诉段玉如果在京城遇到什么麻烦事尽管找他 第二天就是去中央党校报到的日子了 黄德明要派车送段玉去报到 却被段玉拒绝了 中央党校的入学通知书上专门规定了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纪律 不许带秘书和专制司机 不许专车接送 所以段玉这次来连和欢和刘汉生也没有带 最后段玉自己提了行李坐地铁去了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的位置很好找 就在著名的颐和园对面 一处地铁站就到了 出了地铁站顺着路人的指引 段玉就看到了中央党校的校门 一块长条大石上刻着中共中央党校六个先红的大字 低调又不是大气 段玉虽然来京城好几次了 但这里却是第一次来 尤其这次来的意义不同 自然有些心潮澎湃了 特意请路人帮忙在长条石前帮他照了张像 这才提起行李向校内走去了 中央党校对这次的亲干班也很重视 专门在校门口设立的接待处 段玉算是到的早的了 工作人员看到段玉提着行李走过来的时候 还有些奇怪 心说这是哪个地方来的土包子干部 因为虽然中央党校规定 学院入学的时候不准带秘书和专车司机 不准专车接送 但真正遵守的人却很少 一般下面的干部来中央党校学习 都会带秘书和专车司机 就在旁边租个房子住着 或者干脆住酒店好随时召唤 像段玉这样自己提着行李 不行过来的还真是不多见呢 段玉拿出入学通知书和省里开的介绍信 递过去给工作人员登记 工作人员因为看到段玉是走路来的 态度就不怎么热情了 随手拿起张登记表让他去旁填 这时又来了几名学员 他们自然是坐着专车来 行李也都由司机提着 他们终有好些都是来过中央党校 学习过几次的 和那工作人员看起来很熟络的样子 那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明显热情多了 而他们也不需要自己填表自有秘书代劳 段玉填好表又拿过来给那工作人员看 客气的说 同志你看我有没有填的不对的地方 那工作人员平时接受的高层领导也不少了 所以有点端架子 瞟了段玉一眼说道 你填个表还要我叫 怎么当的领导啊 先等等吧 就随手把段玉的表放在了一边 反而去给后来的学员办理入学手续去了 那几名后来的学员望着段玉也是暗笑不已 心里还是在说 怎么这次的学习班还有这样的土包子呢 段玉皱了皱眉头 也没有说什么 耐心的在旁边等着 哪知道这时候来报到的学员越来越多 不停的看到小车从校门外驶了进来 这些人来了也不排队 同那工作人员热络的打个招呼 就秘书去办理入学手续了 有的和那工作人员不熟的 上前和那工作人员说一句 我是某某某的朋友 那工作人员也立马就会议了 把表格就往前面排了 当然也有些不认识那工作人员也搭不上关系的 他们的表格段玉一样是被放到后面去了 段玉一看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只得挤了上去对那工作人员说 同志你能不能先帮我把入学手续办了 我比他们先来呀 那工作人员的脸色越发不好看了 抽出段玉的表格看也没看 直接往旁边一扔说道 你这表填的不合格 重点 段玉就有些火气了 声音也提高了去说 这位同志你看都没看 怎么就说我填的不合格呢 那工作人员却火了 用力拍桌子怒道 我说你的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不要以为你们在下面是领导 到了我们这里就要守我们这里的规矩 段玉有点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 正要和那工作人员距离力争一番 这时旁边一位看起来比较老成男子 拉了拉段玉小声说 小同志算了等等就等等吧 闹起来不好看啊 段玉也不想第一天报到就和学校的工作人员闹翻 强压怒火拿了表格退了出来 那老成男子追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小同志你是第一次来中央党校学习吧 忍一时风病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些工作人员别看级别不高 可咱们在学校的日常考核评分都是他们负责的 能不得罪还是别得罪的好 段玉注意到这提醒他的老成男子也是少数几个没有坐专车 自己提着行李步行过来报到的学员之一 就朝他笑笑说 同志谢谢你刚才提醒我 你也是这次亲干班的学员吧 那我们是同学了 来认识一下 我叫段玉来自南云省 你呢 那我们是邻居 我来自贵南省 我叫刘鹏 老成男子热情的同段玉握了握手 打着哈哈说 刘鹏是第二次来中央党校学习了 所以比段玉也熟悉些 他为人也热情 主动向段玉介绍起在中央党校学习需要注意和避讳的事项 倒是让段玉收获不少 两人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这时一名戴眼镜的青年男子快步走了过来 那工作人员见了 连忙站了起来 恭敬的招呼道 黄处您好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那戴眼镜的青年男子摆了白手 对那工作人员问道 南云省的段书记来报道没有 原来这戴眼镜的青年男子 正是赵小飞那在中央党校当教务处长的铁哥们叫黄华 本来段玉是不喜欢开后门搞特权的 所以赵小飞说要跟黄华打招呼 也被他婉拒了 不过最后赵小飞还是偷偷的给黄华打了个电话 请他多关照段玉 所以黄华才会专门过来询问段玉过来报道没有 那工作人员就愣了一下 别看黄华只是一个教务处长 但手中的权力却是着实不小的 就是一般的副省级干不见了他也不敢摆架子 黄华很少会亲自过问这种事的 而那工作人员也早已忘了段玉是哪里的了 所以只得高声朝人群中喊道 南云省的段书记来了没有啊 段玉和刘鹏聊得正投机倒是没注意这边 还是刘鹏推了他一把 哎 叫你呢 他这才赶紧举起手说 我在这里呢 那工作人员寻声望过来 脸色一下子变了 他虽然不记得段玉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对段玉本人还是有印象的 心里还想着要找机会给这个不知哪里来的土包子干部穿穿小鞋 没想到这下踢到铁板上了 黄华自然不知道前面还有那么段插曲 快步走了过来 热情的握住段玉的手打着哈哈说 哎呀 你就是段书记啊 真是年轻有为啊 小飞我是了解他的轻易不佩服人的 提起你 他可是很福气啊 我和小飞是铁哥们 你也别跟我客气 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只管开口 哎 对了 一般入学手续没有啊 办好了 我带你去宿舍看看 那工作人员一看 完了 看黄华对段玉这态度 显然不是一般的关系 与其等段玉在黄华面前告自己一状 还不如自己老老实实去给段玉道个歉比较好 就红着脸走了过来 对段玉陪着笑脸说 哎呀 段书记 对不起啊 我刚才不认识您 态度不太好 请您谅解 段玉对这种是脸的小人自然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 冷冷的说 其实 你对我态度好不好 没关系 不过我希望你办理入学登记手续的时候能一视同仁 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办理入学登记 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央党校 你的行为会给我们这些学员很不好的示范 黄华自然也听出不对来了 转过头看向着工作人员把脸一板立声道 小李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工作人员冷汗就下来了 结结巴巴的做了一番自我检讨 黄华就更加生气了 怒道 小李 昨天校党委才开了会 要求要严肃校服学风 对待新学员 要热情周到服务 也就是这样落实校党委的精神的吗 这话就说的有点重了 那工作人员的脸都下白了 段宇也不想把事闹大 既然那工作人员已经向自己道歉了 自己再不依不饶就有失风度了 连忙说 黄卓 你没那么严重 今天报到的学员很多 这位同志也很辛苦 我等等也没有关系的 黄华也只是做做样子 吓下那小李 仍在中央党校工作都是有些背景的 他不可能为这样的小事 就真把事捅到上面去 就对那小李板着脸说 还不赶紧去帮段书记板登记手续 说着又转头对接待处前乱哄哄挤在一团 报道的学员和学员带的秘书们高声喊话道 同志们 欢迎大家到中央党校来学习 学校的规定在入学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楚 你们应该都知道 不许带秘书陪读 大家都是当领导的 更应该以身作则 下面请大家自决排队 按先来后道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我会再调两个工作人员过来 加快办理手续的速度 请大家理解配合 论起来 在场的学员的级别都比黄华高 但黄华代表的是中央党校 而他这番话也说的有一定的水平的 既保留了学员的面子 又点出了学员违反规定的错误 所以那些自知行为不妥的学员 也微微有些脸红了 赶紧从秘书那里拿出表格 匆匆把秘书打发走了 自己亲自去排队 现场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 办理速度也快了很多 段玉本是来的最早的 所以他排前面 学员们也都没有意见 相反因为这件事 让学员们对段玉都留下了印象 办理完登记手续 黄华又亲自带段玉 帮他去安排了宿舍 学员宿舍分厅局级宿舍楼 和省部级宿舍楼 里面的条件只能算是很一般 里面的家具还多是上个世纪的 显得很简朴 不过环境卫生很整洁 进出都需要刷门禁卡 大致相当于二星级酒店 段玉住的当然是厅局级宿舍楼 安排好后 黄华还特意带段玉去参观了一下 省部级的宿舍楼 省部级与厅局级宿舍楼 在外部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唯一的差别 仅是多了一个半分隔 大约六平方米的小客厅 黄华帮段玉安排好宿舍后 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段玉 让段玉有事就找他 然后就离开了 黄华刚走 刘鹏就来了 心热的垂了下段玉的肩膀 笑着说 哎呀段玉啊 你的家伙板住吃老虎呀 有这样的关系怎么早不说呀 走 我带你参观参观校园去 能在官场混到这样的地位的人 都是人精 刘鹏见段玉 居然能和中央党校教处长拉上关系 而且这么年轻 就当上了侍卫兄弟 自然要主动交好了 当然 这里面又和段玉确实性格相投 惺惺相惜的缘故 段玉自然猜到了刘鹏的心思了 不过他对刘鹏也很有好感 刘鹏的年纪比他稍长 也比他老成 跟他在一起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在官场 你不能奢望完全不带目的性的友谊 但遇到志同道合者 还是应该好好结交的 这都是很好的人脉啊 段玉来中央党校学习是一方面 积累人脉也是另一方面 就高兴的笑笑说 好啊 有你这个石头老马当向导 我也不用担心迷路了 两人说说笑笑正准备出门 正好碰到对面房间出来一个年轻人 那年轻人也是刚才在报道处排队的 所以对段玉有印象 就主动打招呼说 哎呦啊 你们也是这次情感办的学员吧 我也是啊 我叫赖志明 来自江南省山南市 你们这是准备出去吗 段玉对赖志明有印象 因为他也是刚才少数几个 没有带秘书自己提着行李 步行过来报道的学员之一 就笑笑说 哈 志明同学好 我们准备去参观下校园 你要不要一起 好啊 我还是第一次来中央党校学习 早想来参观参观了 赖志明自然是心战应邀 入室第三百零九集 中央党校对于每一个华夏官员来说都是无比神秘和向往的 不说第一次来的段玉和赖志明 就是已经来这里学习过一次的刘鹏 走在这所可以算得上是仕途中人心目中的最高学服力 心情也是无比激动而虔诚的 中央党校正门对面就是颐和园的后门 曾经也是属于清朝皇家花园的一部分 所以仍然保持着一些古建筑与古术 校园内的建筑群没有段于想象中的气派与雄伟 甚至有一点简陋 但是在里面多待上一点时间 那种高雅与安静的氛围就会让人平静下来了 有一股神秘的气息在里面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政治的威严与学术的严谨 三人边走边聊 除了听刘鹏介绍校园里的布局情况 也会了解工作和自己的基本情况 三人的仕途经历有些类似 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 所以共同语言很多 越聊越投机 可能三人都没有想到 他们最后会成为这一届 情感般最耀眼的三颗政治明星 被称为这一届情感班的三剑课 成为了一段官场佳话 这是后话 暂且不提 这次情感班的开班典礼规格很高 中组部的江部长亲自出席了 所以学员们都是打足精神 腰杆挺的笔直 希望能入了江部长的法眼 江部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江部长的讲话 不是赵本宣克的套话 而是结合他自己曾经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 激励学员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不要抱着来镀金和走过场的心理 他的讲话生动灰险幽默 充分展示了领导的讲话艺术 教室里不时响起学员们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江部长似乎兴致很高 讲话结束后还特意留下来参加亲干班的班干选举 在座的学员都是正厅级以上的干部 彼此又互相不认识 多少都有些精识 加上有江部长这位大领导在场 多少有些放不开 所以选举刚开始前气氛就些冷场 江部长大约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 就笑笑说 同志们呀 你们都是从全国优秀年轻干部中选拔出来的 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动量之菜 一定要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要敢于毛遂自荐呢 这样吧 我看就从你们中间最年轻的学员开始 每人发表一个简短的竞选演说 显示一分钟 这次清赶班最年轻的学员就是段玉了 他没想到江部长会突然来这么个提 所以也有些紧张 深吸了一口气 站起来朗声说 尊敬的江部长 各位领导同学们好 我叫段玉来自南云省丽山市 刚才江部长说了 我们要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那我就毛遂自荐一下 听到段玉自爆家门 江部长眼中就闪过一道金光 仔细打量了段玉一下 嘴角就露出了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 段玉演讲结束后 江部长就带头鼓起了掌笑着说 这位小段同志不错呀 讲话很有水平 怪不得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市委书记 我是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没当上厅级干部呢 这下傻子都看得出江部长欣赏段玉了 加上段玉的讲话本身也很出彩 而且之前报道的时候 好多学员都对段玉留下了印象 这些学员都是很有眼色的 所以最后民主投票的时候 段玉高票当选为班长 赖志明是燕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 学历最高 理论水平也高 被选为学习委员 刘鹏为人热情有亲和力 之前又有过中央党校学习经历 被选为了生活委员 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学习生活了 中央党校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 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进出都有武警站岗把门 学校规定 学员进入中央党校的学习期间 必须入住集体宿舍楼 不得在外留宿 在学习期间的大多数晚上 都是要参加学习和讨论的 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 这里有严格的考鉴制度 如果因公请假 往往需要布局单位出具 能够说明非具不可理由之证明 而且还规定了一定的限额 一个月大致只有一天时间 任何人都不得超过限额 如果因为违反学校规定 私自外出应酬或在外留宿 轻则会受到警告处分 重则可能不能顺利结业 那对仕途的影响就大了 这种管理严格的学习 对于许多习惯了每天灯红酒绿应酬的干部 可能会觉得很枯燥和煎熬 但对段玉来说 则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提升自我的机会 因为讲课的教授们都是传道解惑的高手 都是有真才实学的 功底深厚风格迥义 很少会有照本宣科的老夫子 多是采用典型案例与理论结合 深入浅出回些有趣 常常还会提出一些独特的见解 不仅让学员拓宽了知识面 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 还学到了许多务实的技巧 可以说是一种全面性的学习和提高 中央党校采用的是竞争上岗的体制 运用饥饿方法来提高授课质量 中央党校有大牌的教授五百来人 但是一年的课程大致上不到三百个 也就是说 教授讲课也是有压力的 需要竞争上课 轮不上讲课的教授不说待遇问题 至少是在心理上有巨大的压力 所以中央党校教授们在备课时都很认真 来不得半点马虎 有时学校还会请一些部级干部亲自来开讲座 主讲自己主管的部委的目前形势与发展趋势 每当这个时候上座率都是很高的 因为这不仅能学到很多武士的经验 还有可能因此进入高层的事业 一余时间 学员之间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午休时间 或是下课之后去参加哪个小组的体育活动 因为这是学员们增进了解拓展人脉的最好机会 最受学员们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打乒乓球了 据说京城这几年的干部所参加的最多的体育项目就是乒乓球 这种纯国粹的体育项目之所以能够风靡黄城根下的京城 而且在干部中特别的流行 主要是近年来中央加大反腐和干部风气整顿力度 高级干部现在与高尔夫球等高消费的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 乒乓球比赛很简单费用也低廉场地面积小操作性很强 所以包括很多中央高级干部都很喜欢 这个时候段玉的优势就显出来了 他常年修习武术无论是反应速度还是身体敏捷程度在学员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打起乒乓球来自然是技高一筹鲜有对手 很快整个中央党校都传开了 新开的清干班出了个打乒乓球的高手 经常有别的培训班的学员主动来找段玉切磋 还会由省部级高干班的学员过来围观 这让段玉很快和学员们打仗了一片 也积累了很多人脉 成为了清干班当之无愧的人气学员 本来清干班中有些资格较老级别较高的干部 对比他们年轻的段玉出任他们的班长是不怎么服气的 现在却是不得不服气了 段玉学习认真思维敏捷 每每学习讨论的时候都能提出让人耳目一心的观点 深受教授们的喜爱 打乒乓球又打得好 加上有赖志明和刘鹏这两位好朋友帮衬着 很快赢得了大多数学员的拥护 所以这些不服气的学员也只能在心里暗暗羡慕嫉妒恨了 当然中央党校也还是有休息日的 要不然岂不成坐牢了 每到休息日就是学员最高兴的时候 所以一大早 学员们就坐上来接他们的专车 如出炉的鸟儿走得没影了 赖志明和刘鹏在京城不认识什么人 就来约段玉一起游颐和园 本来段玉也答应了 不过却突然接到了王道明的电话 王道明怪段玉太不讲义气 到了京城也没和他联系 段玉就只好推了和赖志明他们的约会 让他们自己去颐和园玩 他自己去找王道明了 现在段玉和王道明联系还是比较多的 之前胡云煤电重组也是多亏了王道明前线 找来国内知名的上市公司西山煤电接受 将胡云煤电重新盘活了 成为了南云省第一家煤电上市公司 当然 王道明自己也投了一笔钱买了原始股 胡云煤电上市后也赚了不少 更重要的王道明借此事得到了家族的认可 认为他总算是干了件正经事 所以现在王道明也认准了段玉这只钱利鼓了 自然要紧贴了 王道明约段玉其实也没什么正事 无非就是吃吃喝喝 太高档的场所段玉又不愿意去 王道明就说附近的王府百货顶楼新开了一家韩式料理 味道还挺正 最主要那里的服务员都是儒家包换的险宗美女 说到吃喝玩乐自然是王道明最在行 段玉是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 就跟着王道明去了王府百货了 来到王府百货顶楼 两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王道明点了菜 两人就边吃边聊起来 韩式料理说起来还真没什么好吃的 无非就是烤肉泡菜之类的 不过王道明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嘴里和段玉聊着天 眼睛却一直贼溜溜的盯着那些穿着险族民族服饰的美女服务员身上打转 都说险族出美女 这里服务员各个肤白赛许名谋善赖 配上险族特有的民族服饰 确实别有一番风情 而且险族女人特别温柔有礼 采用的是柜式服务 说话也是低声软语 确实能满足类似王道明这样的花花公子的烈焰心理 段玉却没有那样的心思 来到京城他自然就压抑不住的会想起将不悔 虽然他也知道从王道明这里是问不住什么的 还是忍不住问道 王哥有不悔的消息吗 王道明这才收回了贼溜溜的目光 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嗨 段老弟啊 听我一句劝 忘了不悔解吧 你们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天涯和珠乌芳草 以你的条件 要找什么样的美女没有啊 何苦呢 段玉苦笑的摇了摇头 跟王道明这样夜夜深刻的花花公子 谈感情这种事儿 当然是对牛弹琴了 他当然也知道 和江不悔不可能有结果 而且他也割舍不下与李蒙雪的感情啊 只是却仍压抑不住对江不悔的思念 王道明自然也知道段玉的心思 有心转移下段玉的注意力 省得他老这么伤感 眼珠在餐厅里一转 突然眼睛一亮 连忙拍了拍段玉的肩膀 惊喜的说 段玉快看快看 那边有个角色美女啊 绝对不必不悔皆差 段玉顺着王道明手指方向望去 眼睛一下瞪大了 身体就是一颤 王道明所指的那个角色美女 居然是失踪很久的蛇小曼 自打在甜水针那次 蛇小曼误会了他和江不悔的关系 父亲离开后 段玉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后来段玉还专门去过蛇小曼父亲 蛇国顺凯的国顺食用油公司 可国顺食用油公司居然关门了 段玉就知道蛇家多半出事了 要找到蛇小曼家去 可那栋别墅已经换了主人了 那栋别墅的新业主说 他是从蛇家低价买下这栋别墅 至于蛇家人去哪里了 他也不知道 这么多年不见 蛇小曼倒是变化不大 只面容有些憔悴 满脸愁容 很显然这些年过得并不是很顺心 而在蛇小曼旁边 还坐着一个中年妇人 正是当年把段玉从自家赶走 蛇小曼的施丽颜母亲蔡丽颜 蔡丽颜如今也没有当年趾高气扬的贵妇模样 头上甚至出现了丝丝白发 段玉虽然很恨蔡丽颜当初强行把他和蛇小曼拆开 可看到他如今这副模样也不禁有些同情 段玉正犹豫要不要过去与蛇小曼打招呼 毕竟他对蛇小曼的愧疚太深了 蛇小曼一直不和他联系 自然是不想见自己 而他已经有了李孟雪 贸然在出去相见 很可能给蛇小曼造成更大的伤害 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个穿着打扮很骚包的青年男子 为什么说他骚包呢 是因为他的穿着确实太花俏了 一看就是花花公子类型的 而且此时在室内他居然还戴着墨镜 手里还不停转动着一个带着宝马车标的车钥匙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开着宝马来的似的 那骚包男四处看了一下 就静止朝蛇小曼他们走了过来 蔡立言见到骚包男走过来 连忙站了起来 满脸陪笑的说 王上您来了 又不停朝蛇小曼使眼色 示意他站起来 蛇小曼这才一脸不情愿的站了起来 朝那骚包男抢笑了一下 入室第三百一世纪 那骚包男也不回话 大辣辣的就在蛇小曼旁边坐了下来 顺手就去搂蛇小曼的肩膀 蛇小曼眼中闪归到厌恶的目光 不着痕迹的往旁边挪了挪 躲过了骚包男的轻薄举动 哼那骚包男冷哼一声露出不悦之色 蔡立言见妆连忙拿起桌上的菜单递了过去 陪着笑说 王上您先点点菜吧 那骚包男也不客气 拿过菜单就开始点菜了 三个人本来能吃的东西有限 他就点了一大桌 蔡立言的脸直抽搐啊 在骚包男来之前 他和蛇小曼什么都没有点 只要了两杯白开水 就是担心待会买单的钱不够 毕竟现在蛇家不比从前了 什么都得精打细缩 蛇家到底出了怎样的变故 以至于此呢 在这里有不要交代一下了 本来蛇国顺的食用油公司做的挺大的 不过因为近年来关于转基因压榨油技术 对人身体健康有害的传言越传越广 导致国顺食用油公司也受到了冲击 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了 蛇国顺也有转行的想法 看到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 又听见了朋友的唆使 一时头脑发热把公司转让了出去 变现转行做起了房地产了 正所谓隔行如隔山 做食用油蛇国顺是专家 做房地产就是外行了 而跟他合作的那个朋友更是骗子 把钱全卷跑了 蛇国顺急火攻心之下 竟然中风瘫痪了 蛇国顺一倒 蛇家自然也就没落了 蛇小曼本来因为和段玉的事跟家也闹翻了 不过得知父亲出事 自然也是十分着急 就重新退到了家中 蛇家就靠蔡里颜和蛇小曼 两个富道人家撑着 而蛇国顺治病 每月也要耗费高卧的医疗费用 才能维持住生命 本来还有些家底的 也经不住这么好啊 后来蔡里颜听说有个同学在京城做服装生意做得很好 又动了心思 把房子和车子卖了凑了几百万 又到京城来做服装生意了 代理了一个意大利的服装品牌 可是蔡里颜和蛇小曼都不是做生意的料 更何况京城的水这么深自然是举步维艰 后来通过蔡里颜的那个同学介绍 认识了王府百货老板的儿子 也就是眼前的这骚包男 蔡里颜想着 这王府百货是全国有名的百货公司 在全国各地都开有分店 如果自己代理的品牌 能够在王府百货所有的商场是里尊贵 那生意就有救了 自然要洛里巴结这骚包男了 而这骚包男本是个花花公子 见到蛇小曼的美色就垂涎三尺 正好借此事拿捏下蛇小曼母女俩 再说段玉他们这边 王道明一看那骚包男出现就别别嘴说 我靠原来是在等花柳王啊 完了一颗好白菜要被猪给拱了 这骚包男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事关蛇小曼段玉自然很关心 连忙追问道 王哥这家伙你认识 认识他叫王少坤我们都叫他花柳王 王府百货老板的儿子 以前在我们圈子里还算混得起的 不过这几年百货也不紧气 王府百货也快撑不下去了 听说股权大半都抵押给了银行 就剩个空架子了 这家伙太吓作我们都不怎么爱跟他玩 王道明嗤之以鼻的说 听王道明把这王少坤说的如此不堪 段玉越发为蛇小曼担心了 不过这时他也不好貌貌然冲出去 只好掀起耳朵听蛇小曼他们的对话 他的听觉远比一般人灵敏 所以虽然离蛇小曼他们所做的位置有些距离 倒也听得还算清楚 就听蔡里言陪着笑说 王少啊上次我跟您说的 让我们的服装上专柜的事 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王少坤一边抖着二郎腿 色迷迷的瞟了一旁坐立观的蛇小曼一眼 故意拖上阴调说 啊那件事啊好吧 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不过我有个条件 蔡里言喜出望外的说 什么条件王少您只管说 简单 让你女儿陪我一个月就行了 王少坤轻挑的一笑 就伸出色手准备去摸蛇小曼吹弹可破的脸蛋 休想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蛇小曼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愤怒 用力拍开王少坤的路山之爪 猛的站起来对王少坤怒斥道 蔡里言虽然势力 但要他把女儿送给王少坤这个花心大哨去糟他 他还是做不出来的 抢作笑颜说 王少啊我家小曼从小被我惯坏了 不会伺候人的你还是换个条件吧 不行 我还就看上你女儿了 不怕告诉你 只要被我王少坤看上的女人 还没有我弄不到手的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王少坤冷笑一声说 说着又色眯眯的瞟了蛇小曼一眼 吟笑的说 至于说不会伺候人不要紧 我会好好调教他的 蛇小曼见的王少坤越说越不堪 自是又羞又怒 转头对蔡里言说 妈咱们走这种人我们才不要跟他合作 说着就转身准备离开了 想走没那么容易 这是我的地盘你们来了就得听我的 王少坤眼中闪过一道阴狠的目光 居然伸手向蛇小曼的胸部唏嘘了 啪 蛇小曼反应也还快 连忙一闪躲过了王少坤的狼爪 甩手给了王少坤一记响亮的耳光 怒斥道 流氓 臭婊子你敢打我 王少坤恼羞成怒 扬起巴掌准备给蛇小曼打回去 混蛋 这时就听凭空响起声怒斥 接着王少坤就看到一只脚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然后脑袋里嗡的一下他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 不用多说 大家都应该猜到是段玉出手了 见到前女友被人欺负 这个时候还不出手那就真不是男人了 更何况段玉本就觉得亏欠蛇小曼很多 自然见不得他受委屈了 段玉是你 蛇小曼见到段玉先是一喜惊呼出声 有些不敢置信的捂住了嘴巴 小曼 你还好吗 段玉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蛇小曼 尴尬的挠了挠头 不想 这句有些客套的问候 却触及了蛇小曼的伤心处 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 他不想让自己最爱的人看到自己如今这么狼狈的样子 就把身子一扭故意不看段玉 颤声道 你来看什么 我不想见到你 我的事不要你管 一旁的蔡李妍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弄得目瞪口袋 他本来还没认住段玉 看到蛇小曼这般表情 脑海里灵光一闪 立刻记起段玉是谁来了 他自然不知道段玉现在的身份 在他的意识里段玉还是当初那个死追蛇小曼的穷小子 而蛇家败落也正是段玉和蛇小曼发生误会后发生的一系列的变故 人有时就是这样有些不可理喻 在蔡李妍潜意识里就觉得蛇家这些不幸都是段玉带来的 心里的邪火一下子窜起来了 伸手点了点段玉怒吃的 好啊 又是你这个穷小子 你还先害得我们家小曼不够惨吗 现在阴魂不散的来缠着我们家小曼 段玉越发尴尬了 蔡李妍的虎脚蛮缠让她很无语 可是蔡李妍毕竟是蛇小曼的母亲 她也不好恶言相向 而蛇小曼呢只是不停的流泪 她想劝又不好劝 这时蔡李妍越受越激动 居然走过来准备撕打段玉 段玉只得不停躲闪十分狼狈 走也不是流也不是 被段玉一脚踹飞的王少坤 脑袋里像是开了场白鸟齐鸣演唱会 好半天还是眼冒进行 脑袋里嗡嗡作响 这还是段玉留了力了 否则直接一脚就能送她见阎王 最轻也是个重度脑震荡 王少坤摇摇晃晃的爬了起来 他此时的形象就些错了 流着鼻血 装控的墨镜早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脸上还印着一个明显的脚印 半边脸肿半边脸青 搞得餐厅里围观的顾客 都有些忍峻不住 扑齿笑了起来 王少坤几时这么丢过脸 指着段玉咆哮大 臭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打我 活得不乃坟了 我今天要不弄死你 我就不姓王 给王少坤这么一打岔 倒是解了段玉的围了 蔡理言的注意力被王少坤吸引过去了 不再追着段玉撕打 转头对着王少坤陪着笑脸说 哎呀王少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对不起你妹 我告诉你啊 你们的衣服永远别想进我们王府百货了 我不管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 组织这事我跟你们没完 王少坤越发嚣张了 歉 花柳王好大的口气啊 就你口袋里 你俩钢背还好意思在这里冲大爷呢 说说你想怎么着吧 这时王道明也走了过来 挟了王少坤一眼 嗤之以鼻的说 王道明也看出段玉和蛇小曼关系不一般 自然要帮段玉出头了 王少坤自然是认识王道明的 心里就咯噔一下 不过嘴上却不肯露怯 冷笑道 黄毛怎么着 你是要替人出头是吗 我可不怕你他在我的地盘打了我 我的地盘我做主 今天就是说破大天去也是我占理 黄毛是你他们能叫的吗 见了我要叫哥知道不 比嚣张王道明自然不怕王少坤 不过他也知道王少坤有意点确实没说错 刚才是段玉先动手打的王少坤 而王府百货确实也是王少坤家的产业 真要斗起来他也没把握能压得服王少坤呢 段玉却根本没心思听王道明和王少坤斗嘴 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不停流泪的蛇小曼身上 这一幕是那样的熟悉 他永远都记得他第一次带蛇小曼逛商场 逛的是驱龙县城的王府百货 蛇小曼看中了一件奢侈品牌女装 刷卡的时候才发现信用卡被冻结了 搞得十分尴尬 不仅被商场的经理和顾客奚落 还要逼得把已经穿在身上的衣服给脱下来 那个时候蛇小曼哭的也是这么伤心 当时段玉还在回龙乡当通讯员 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 根本没有能力帮蛇小曼把那件衣服买下来 激愤之下段玉当着围观众人的面向蛇小曼起誓 有一天要买下整奏王府百货商场 里面的衣服任由蛇小曼挑选 如今与当日和其相似的一幕 再次勾起了段玉的记忆 誓言犹在耳 这时段玉突然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 转头对王少坤冷冷的说 这里是你的地盘吗 那好我就收购你的王府百货 那王少坤愣了一下 继而指着段玉大笑道 收购我们的王府百货 小子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你知道收购我们王府百货需要多少钱吗 你还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 一旁的王道明也愣住了 他虽然知道段玉有钱 但是却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还以为他就是当初卖奖业玉配那几千万呢 连忙走到段玉身边小声说 段老爹 王府百货现在虽然走下坡路了 但瘦子骆驼比马大 要收购王府百货可不是一点点钱能办到的 起码得五十亿 我现在手头最多能挤出三四亿 全给你也不够呢 哼五十亿吗 段玉朝王道明笑了笑 拿出手机直接拨了一个号码 沉声道 苏玉我现在需要五十亿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调集过来 段玉敢这样说当然是有底气的 他的资产如今都交给苏玉在打理 棉房厂和橡胶集团都已经做大了 段玉仅每年的分红就有几个亿 而房地产公司有李慧珍这个地产界的天才经营 早已金飞昔比 业务越做越大 已经成功香港上市 市值超百亿 虽然段玉不知道自己具体有多少钱 但是想来调集五十亿的资金还是没问题的 可是苏运却有些不给段玉这个幕后老板面子 惊道啊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虽然你是老板 可你当初答应我绝不插手公司运作的 不行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说服我的理由 我是不会答应你这么乱来的 敢这么跟老板说话的人只怕没几个 而苏运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他只认理不认人 像罗瑶如今已经是立山市高开区区域书记了 可还是经常被苏运训得灰头灰脸的 段玉也只能苦笑了 他总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苏运说 我是为了兑现当初对前女友的诺言才需要这么多钱的吧 就压低嗓门小声说 你等一下我换个地方跟你说 说着段玉就拿着手机走到一旁去跟苏运 细细解释了